下午寶桑是一個去報訓 叫做新傳報訓 是一個新創 他有原來的一個做法 作為一個基礎 然後有一些新創的一些過程 一些細節 兩個地方的做法非常不一樣 男王的少年年紀非常像 我在大王朝所閱讀上 所熟悉的男性成年禮的部分 性別意義非常強 還有成年這個年級變化的意義非常強 可是在寶桑的話 他是大人 小孩子 大孩子 小小孩兩三歲都參加跨性別的 這個部落因為他是遷旗出來的一個 聚落一百五十人的一個小部落 所以他在生存上面 他需要所有的運營參加的人他都接受 所以他跨性別 那對我而言其實非常驚人 我覺得非常驚人 因為一個部落怎麼可以打破 他的性別觀念 他的性別觀念改變得這麼 這麼幅度這麼大這麼快 然後那個場合非常像基督教的報家音 可是他完全 這個部落是跟基督教 並沒有改宗的一個部落 所以看得很覺得很驚訝 也覺得非常本身非常美 因為看到部落的力量 因為過幾天開始 悲難就連續了很多的儀式 包括除桑 除桑我對死亡一直很感興趣 所以除桑對我而言 這是在生的一個部分 所以當然不是死者在生 而是說部落在生 或者他的家人在生 所以我們選的三篇文章裡面 有一篇孫大山老師的文章 他舉了除桑記的這個文字 歌詞 因為他強調他在2005到2009 他有一個四年的計畫 是要做所謂的記憶文學 希望把這些不只是用母語記錄下來 也用中文翻譯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 後代可以再繼續從中間 獲得養分的一些資料 我就念一下 因為這個季節是這個季節 開始營宋 深深至一 來自營區 來自獵場 所以是男人 男性從獵區回來 大獵祭之後 回到部落 他開始去逐家 當年家裡有喪事 有人亡故的家裡面 他們就來 質疑 重要是邀請他們出來 山盡歸來 小路折返 相互討論 彼此商議 長輩和長老們意見相合 心思一致 陸續到來 一一抵達 在家門口 在入口處 來解你憂 來解你愁 婦人啊 其欲結 其愁們 受累者 擔苦者 即使憂思重重 搞木成灰 我們以前來擁抱 前來安慰 你的愁苦 你的煩憂 哀傷已滿 日期已到 即使欲結難消 憂悶難解 莫再眷戀 莫再回顧 就此平息 就此割捨 將它拋開 將其遺忘 塞到心底 棄諸角落 讓我們翻心 除舊 更替 重生 跨越年紀 因此心碎 編花促促 戴上花環 迎入行列 一一歸對 和同輩 並排 與你同年共舞 不再背離 不再自棄 當其跨步 走出家門 停月 避抬頭挺胸 笑逐言開 阿富人 這個是除商記的詞 歌詞 應該或者說祭詞 就是大家到時候會唱的 然後 我在從他的文章 第46頁這邊有幾句話 就是他 孫老師推奏漢語文學 有一段時間 可能到現在都還有這種聲音 就是批評用漢語混饒了 原住民的語言體系 那他就說 像這種語言結構混亂 或混血兒的困擾 卻是原住民文學 獨特生命之所系 值得不斷嘗試 那像族群經驗回歸 重構戶落 那他面對 我們說2010年 40%的原住民級的人口 已經是在都市生活 他的戶籍是在都市 那面對這樣子一個 跟我們所想像的 互裸生活的一個距離 然後又是用漢語創作 那這邊我們可以想像 他變成就跟大社會 一般的年輕人 有一些非常個人的一些 情懷思想的一些發疏 這個東西不必有兩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原住民漢語文學 漢語文學前面關一個原住民 我們怎麼表現出 或者維持他的一個獨特性 所以他的一個建議 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回頭整理 記憶文學 經紀典相關的這種古典創作 他說 重過部落之古典 可以使我們的漢語寫作 著有族群的眾生 而不是漫無限制的韌性想像 更不是對漢語全面之投降而任其載割 原住民文學必須建構他自己的自我邊界 這個邊界固然不是僵硬的 但也不能毫無邊界 所以這個就是不斷的在兩者 兩種考慮之間的一個平衡 或者說一個協調 一個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創作工具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限制 他是個人思想的 或者有使命感 或者沒有使命感的一個抒發 那可是也 那這是一個極端 另外一個極端當然就是說 我們完全用古典的來說我們 來表達 那問題說我們就會面臨另外一個批評 古典的時代聲音是什麼 所以會在這個時代的思想跟感情裡面 跟古典的傳承裡面 他給我們一個歷史的眾生 一個族群的一個基礎 這兩者之間要找一個 自己覺得舒服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今天同學大家選擇的這些作品 會是在不同的時代裡面 最早的是1987年出來一本 那時候叫山地文學小說選 文學選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不斷的 每一年都有山海文學獎 這個創作是越來越可觀的 那中間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文學形式 語言的方文加註解 或者用兩個語言用主語 然後旁邊加和中文的一個註解 有許多不同的文字上的嘗試 結構上的嘗試 主題上的嘗試 那今天我們就請就是大家讀了東西 讀了的這些作品就可以跟 就一個人讀一份 我們就同時可以分享到很多的不同的作品 那所以現在我們知道怎麼開始 所以那個名單只有 所以大家可以很輕鬆很自在 我們是一個文學的分享 好像有一個人還沒有給我書名 我覺得 對好 我先講一下就是 因為這禮拜還蠻多人就是有寫信給助教們 就說到底怎麼沒有分組啊 然後我們要怎麼報告啊 然後形式是什麼 然後其實這個蠻好玩的 因為本來就是我們的設想 是一個比較 就是隨性大家分享的一個 形態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會變成說 在大家開始講自己的東西之前 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分類的問題 就這個其實是比較隨機的分類 然後但是 就是我在想比如說像上禮拜啊 我們在分那個組的時候 有些人會告訴我們說 欸為什麼我們會分配到某一組 明明我們就是跟某一個主題 是不是有關係 或是什麼的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在討論 原住民探語文學的時候 大家學了這些書 那如果我們要做分類 要怎麼分類比較好 你們有什麼意見嗎 哈哈 作者可以 分作者 分作者 還有呢 還有呢 分作者 還有呢 主題 主題 什麼樣的主題 我就是創作方法 就是 是以自己生活 還是自己 模式的事項 把帶來的那個是 要天使換 所以做也是什麼的 文學怎麼才就可以 所以你覺得 好 如果在 用這樣的分類的話 這邊大概可以分成幾類 分成什麼樣的類別 大概看一下就好 沒有關係 現在就是比較隨性的 先讓大家想想看 在你還沒有真的了解 每一本書之前 有嗎 嗯 剛剛看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剛才 閃文歸閃文 好 這裡面還有心思 這裡面還有詩集 好 有人剛剛說用他們的生活方式 有人說用作者 有人說用文體來區別 還有嗎 都沒有了 初版年代 年代 年代 年代為什麼重要 我覺得 因為 我覺得就是 早期的原住民文學的話 比較沒有那種就是 創作的感覺 就是比較沒有 就是完全的那種 創作 就是比較像是那個 一個人的生活的經歷 和一些就是基於 基於那個 他們古典傳說的再現 對不對 像是巴倫文那一段嘛 就是以巴倫文工作的 組織小說 這類的 然後到了 就是比較近幾年的 還有像是 像 我讀了這種主導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 那種就是 那種是 發妹的 就是 夫女之類的 就是 感覺比較多元創 部分 就是比較創機的部分 而不是只是 單單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經歷之類的 嗯 所以你覺得是 就是年代 是因為它發展的 階段不一樣 嗯 那比如說像你剛剛講的問題呢 為什麼會覺得 可以用散文小說 跟心事來區別 這是 基於一個就是 就是 客觀的科學分類 就是 我覺得好像應該這樣 就是 有殼的 有殼的 就叫有殼的 東西 然後有翅膀的 就叫有翅膀的 好 這邊其實很有趣喔 就是大家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 首先 比如說像老師剛剛一開始的 一開始講就是說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原住民 漢語文學 那 勢必就是 這些 嗯 可能過去的原住民 他們在在書寫文字的時候 他不是用這樣的形態的 不是用這樣的語法 可是當他開始要進到用中文來書寫的時候 他就會碰到像這樣的一個分類問題 那甚至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 比如說我們在那一個一開始 最一開始發給大家的那個 上課序字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門課 去讓大家去思考看看到底 什麼是原杜明文學 那就這個還可以很簡單 從你們每一個人看的書去想這件事情 那這個文學代表的功能是什麼 比如說剛剛講到不同的階段 早期他比較沒有那麼多原創的東西 到近代他開始有很多新的 自己創作的東西 那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是原住民文學的功能轉變了嗎 或者是說他其實一直都是 可是形式不一樣 那這個會是在一開始 因為我們其實十五組 然後一組十分鐘的分享時間 其實時間沒有那麼多 那我在這邊就是先 簡單的講到這邊 對那 可是我希望大家後面的討論 可以一邊聽同學的東西 還有你自己在報告的時候 可以去想想看 就是我們在講這個 要怎麼去分類 要怎麼去分組 那這個東西 跟我們今天要談的原住民文學 有什麼關係 我想這個應該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切入點 對好 那 一樣呢就是 我可能就是一樣是照上面我們 很隨意排的順序 就是他並沒有 然後呢 我們或許可以在最後 最後大家都講完以後 我們再想想看說 那剛才討論了一輪之後 我們如果要為這本課 今天大家分享的東西 做一個分類 做一個分組 大家要怎麼去分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好 那我們就先請 第一組是 徐謙 徐謙這一組 好 大家好 我跟許全選的小說是這本 他是夏曼郎寶王寫的黑色的紙房 先介紹一下作者的 啊 不是要先說 在要還是作者寫小 先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作者 他去寫這本書的夏曼郎寶王 是朗玉的大舞主 然後他在16歲的時候就離開朗玉 然後 然後 很奇怪 就徐台灣上學 念完那個 精大的人類學系 然後後來念什麼 什麼都溫學系 不好意思 當大的法文系 然後後來念清華大學的人類系的研究所 所以他 只是也有人類學背景的大舞主 然後他 32歲的時候回去朗玉 然後開始寫小說 那他的第一本是1992年的八代王的神話 好像有 有些同學介紹這本書 然後 這本黑色的七寶是呢 1998年 然後 那是他的第一本的 比較長篇的小說 那這本書的故事呢 是裡面有四個大舞主的 是一個少年 然後他在 他在 狼漁的那個 狼漁的大舞族 去海洋 然後 不飛魚那個故事 介紹那個 嗯 怎麼說呢 說 大舞人 在 大海 去補漁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我們常常常跟那個 海鳴威寫的 老人與海的 就 類似那種故事的感覺 就常常 有人會說 這個小說是 大舞人寫的 老人與海的 人跟海的 關西的故事 至於什麼是原住民文學 至少對我而言呢 最重要一點是 作者通常都會是原住民身份 或是 對於 說對原住民部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其實 不只是這樣 應該說是 就是在心靈層面已經深入部落的精神 文化 之後 寫出來才比較 比較可以說是原住民文學 而內容的話 嗯 根據算是統計出來 內容可以是一些 過去都是口耳相傳的習俗傳說 歌謠 或者是一些部落發生的故事 也可能是以部落 會發生的事情 創作出來的一些 一些比較具有心靈深刻意義的故事 然後 所謂使用的語言的話 因為 我們還是得說 我們漢人才是比較 主要的 讀者群 所以 所以當中會使用的通常就是漢語 但是為了 能明確表達他們自己的族群特色 所以通常 現在會以羅馬拼音的方式 在裡面拼出他們自己的語言 然後再另外加上翻譯這樣 讓讀者可以了解 故事的內容 至於原住民文學的功能 像 剛才有提到說 作者通常會是原住民 或是心靈深入部落的作者 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一個算是學者也可以 學者寫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就會感覺像是一個科普 或者有一些也沒有那麼深入了解的 可能就會扭曲誤解他的意思 或是當成原住民是配角 再另外寫一個故事 所以讀者就比較不能接觸到真正原住民文 傳統心理文化 想要表達的東西 好 先講 先講 我覺得 因為這本書的作者也是學過人類學的 所以我有點想問他 為什麼他不是用民族誌的方式來描述 那個大武人的生活 而他是用 寫一篇小說的方式 表達那個 創達 創達 大武人的文化 不過我覺得 因為民族誌的寫法就是通常比較傳統的民族誌 人類學者去當地他的田野 透過深入的反彈而描述出來的 那這個夏曼蘭博文也是身為大武人 那去 他回去蘭嶼然後寫民族誌也可能 可能他也會寫比較好的民族誌 嗯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 那 不過呢 如果是小說的話可能 對於讀者而言可能比較容易了解 他們文化的比較細節的部分 或者是那個 故事裡面的人物的感受 這些都是讀者比較容易看得到 所以 嗯 小學 寫小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然後 對 嗯 對非原住民的讀者而言 對 說過了 那 對原住民本身的讀者而言 這個書寫 就是一個原住民 可以自己把自己的文化 傳給下一代 或者是 透過小說的方式 能給自己的族群有一個信心的感覺 嗯 我的心得的話 我當初會選這本書 是因為高中博文有一課 就是解讀自夏曼蘭博文的小說 嗯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漢人 我是比較主流的文化 所以我不像他 有那種 會為了證明自己的身分 然後證明自己還是部落一份子 然後一個人去 用傳統方法在海上跟大魚去搏鬥那樣的心態 所以那個時候我其實比較不能 比較只是 就是看下去 覺得這個人 很厲害而已 但是看了這本書之後 因為是跟著四名少年 從小到大的心路歷程 所以比較可以把自己也大概帶進去 所以在他們過程中 譬如說台灣來的老師好了 對他們那種親視 就會比較有 對他們感到比較惋惜 然後長大之後 有人因為結婚就離開了 也有人因為工作 雖然還是在海上 但是感覺跟部落的心靈上 就是稍微有點距離 然後另外講一件事 我覺得他們那個稱謂有點有趣 就是祖父輩的說他們的兒子 不會說我兒子 會說我生子的父親 嗯 嗯 嗯 好 幸好就這樣 謝謝大家 你能幫他怎樣說一下這本書 在你講什麼 像講完以後 大家可以知道這本書 到底是 什麼樣的 就是 這本書一開始 還是以向南方恩 他自己 自己 那個 出海去捕魚做開頭 然後再帶入那個租群 那個部落當中 一些比較老一點的長輩 比較晚歸 但是卻帶有一些非常豐富的故事 然後再來進入一個 描述四個大陸族少年 成長歷程的一個 心靈發展的故事 差不多這樣 那是笑容 謝謝 謝謝大家 同學把想要跟他們在談的問題 先記下來 等一下我們在一起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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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说他在海上里面 每一个事情 或者是他去山上要去造主法的时候 就是他的 祖父辈的人要叫他造主法的时候 他会相信这些东西都是有灵的 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他们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劳动 他们的生产 他们的生计 都是由这些灵在 看过着他们 或者说与他们互动 对 然后 所以才会提到说 刚刚讲到 他们其实是很谦逊的 像上一次张淑兰 那个老师 他就是有提到 他们其实都很自牵自己 所以他们面 就是他们的一个名 就是民族性 其实会从他的这个小说里面 也会看得到 就像他们都不能去捕大的鱼 一定要 就算是捕到大的鱼 也不能说那是一个很大的鱼 所以一定要用小的名词来代替 就是避免来彰显自己 是很厉害的人 对 好 接下来我就想说 因为我们在讨论原住民 和语文学的时候 要讨论一些关于他们造成的影响 还有对 我谈论的是比较个人的部分 就不是讲的是之前 主教讲的比较时代性的东西 所以我想从一些我们在网路上看到的评论 它切入一些角度和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 然后尤其是这些评论大部分 就是刚才有讲过都是 读者很多都是汉人 那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汉人写的 那第一个点我想讲的就是读者观点的问题 到底这一本书很多人会把它归类在海洋文学 同时另外一部分也是原住民文学 那他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看这样一本书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有点文学性的问题 就是说现代文学很喜欢强调说 读者他有没有预想作者的身份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会影响他在阅读文字上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想就先不讨论这部分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这本书 我发现大概网路上的评论 大概有一半都是从很纯的海洋文学去讨论 他并没有把作者的身份背景 还有他在文字中透露的 关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带到里面去 那另外一部分人就是认为 在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是很强调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应该分开来看 而是应该从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原住民知识体系 因为他其实 在这本书里面他有讲到很多关于他个人和海洋的一些情感和互动 那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纯的海洋文学 但是我认为他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其实是等同于他们自己的一些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的东西 是不能分开的 那其实如果从这样的面向一个整体去看 更容易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想讲一下 他这个回到互相自我追寻的这段过程 那很多评论在这样的过程中都会用到逃避这个词 那我是觉得他在这样的过程是相当迷惘 而且整个环境的纠结是很复杂的 但是真的是一种逃避的过程嘛 他或许是躲起来保护自己 让自己慢慢恢复 但是用逃避这个词常常就会有一些 下面就有一些网友会互相讨论说 到底是不是这个词是很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过程 反而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到底是从哪里走向哪里 像下面这段文字 我觉得可以很清楚地表达他的一些回去的过程 那他讲到说 他在外面绕了一圈之后回到这个小岛 那他带回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比起逃避 我觉得这更适合是一个像是一种追寻 那这让我想到就是另外一本书 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他也是一个回到原点的过程 那就是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反而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更好的历程 因为作者曾经什么都不知道 那他重新拾起过去自己本身的文化 那对于我们这些完全不了解的 达污族文化人来讲 那是一个很好重新带进他们文化的历程 因为他会 比如说从刚才无神论到多神信仰 那个过程他要怎么去接受 怎么去了解 那可以让我们更感同身受 然后我们的报告带来都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因為不是每一集都有做考慮 然後我也知道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讀完書 我也沒有關係 即便你也有讀完 但是你也可以上來講一講 就是你自己看到的那個部分 你覺得到底這本書有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樣子 然後因為其實很重要的是 希望做過這本課 讓大家真的開始去念原住民的文學 因為發現到 其實我們開始要讓大家來念的時候 很多人都告訴我說 不知道啊 常常有很多文學 然後也不知道哪是原住民作家 那是希望這本課 就是不只是我們上課念的那些文本 就是讓大家可以慢慢去接觸到一些 原住民的文學一些相關的文本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 如果沒有準備得像前面這本完善的話 好 大家好 我們要介紹的是 瓦利斯諾幹寫的城市殘酷 那我先講一下這本書他寫的背景 大概就是指在大時代環境的變遷下 他續寫他生活周遭 他對部落一些習俗跟傳統文化的變化 像是就是他有寫到 像他們狩獵文化的小石 還有他們族群的信仰 就是他們 以前他們認為他們 就是如果不珍惜自己土地的主人 就會受到祖靈的詛咒 可是 但到了現在他們的主人只相信 呃 上帝或受天主教文化 這本書我翻善的部分大概就是 第一部分是指是寫記憶溫柔 然後我大概就先對這部分做導讀 然後記憶溫柔就是指他寫他 他自己本身個人過去看的所建族群 歷史文化並歷史習俗記憶的縮寫 像是 呃 這本書是一本散文 所以就是會穿插了很多他自己本身的故事 而串連起來的一本書 可是我發現就是在他的第一章裡面 穿插了一部分是叫太魯閣風雲誌 有點像是像民族誌的故事 就是寫說太魯 過在日治時代太魯閣 太亞族原住民受到日軍侵襲的故事 呃 而我自己本身是漢人 所以我過去面對這部分的歷史 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我們漢人所 以漢人觀點所寫的 原住民 原住民抗日事件 可是他 他寫這部分的故事 就是以日本人 還有原住民太亞族人的口吻跟觀點 來描述這件事情 所以 還有就是他 呃 可能就是我對原住民文學的想法 就是說原住民文學他可能 他不一定會是原住民 可是他會可能是對部落文化有親自體驗 然後他願意用他自己的觀點 來描寫一些我們平常 呃 平常的社會事件或部落經驗 像是他在記憶溫柔之中有談到 像 就是一些我們平常熟知的社會事件 像野百合 美麗島事件 然後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對這本書的解讀有錯 他的那段故事解讀有錯誤 就是他有一段就是寫 他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他有去擔任過像日本人的警備吧 然後他在那個地方 他愛上了一位就是 然後他在他警備種族那邊工作的清潔婦 然後他因為受不了他 就是非常的迷戀他 就侵犯了他的身體 可是後來在過了六十年之後 他在是靖國神社嗎 發現就是悼念慧安 然後日治時期慧安婦的歷史的時候 發現上面名字上有出現 他當年遇到那位清潔婦的名字 所以在他內心就是覺得非常血淋淋 然後非常震撼 然後我負責的是 我要講第二部分就是城市殘酷 然後城市殘酷呢 就是在講主要在描寫就是傳統 就是原住民來到現代的都市之後 產生的衝擊還有影響 然後我覺得就是看到最後 就是一開始看了就覺得說 就是有點可憐就是了 就是也不是講就是有一種心裡感覺 怪怪的感覺 就是想說就是裡面的主角呢 是一個就是很努力向上 就是想要就是他踏進都市是為了 當然是為了謀生嘛 就是想要獲得更不一樣的機會 可是都市的人對他就還是會有一些偏見 就是例如他剛到車站附近 他就會被打啊或者是被拳打腳 就是因為他身上有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臭臭的味道 還是怎麼樣 就是大家都對他抱持了異樣的眼光 可是很感人的就是遠景的 還是有拿飯給他吃啊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要就是他看到 就是他不管面對怎麼樣的困難 還有挫折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個心態好 就是他就是不斷的向上 就是他不會因為他面對這些困難 然後就自暴自棄說那我還是回去補落 或者是就還是回到我原本的舒適的生活圈 他還是願意向上去床 或者是去克服所有的困難的感覺 然後可是看到這一章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到底我們是要就是去擁抱現代科技 還是說要堅持自己的傳統 因為那個就是裡面的主角 他還是有一部分是很堅守自己的文化傳統 就是他看到都市人跟自己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呢 他就是有試著調適 就是有試著去融入 可是當然還是會產生一點很不適應的感覺 可是他不會完全的排斥 所以我覺得說他一方面也是堅持 一方面也是順應這個時代的潮流吧 所以我覺得說他的心態很讓我佩服就是 然後就是對這一章主要就是在表解 傳統跟現代的衝突 還有都市 就是原住民到都市之後所面臨的困難 然後看的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對 好大概就這樣 那我就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這本書的作者是瓦利斯諾嘎 然後他是泰雅族格人 然後他的故鄉就是在台中縣的和平鄉 一個部落 我不確定他怎麼唸 但他的那個 我猜應該是叫做迷糊吧 就是他的那個拼字M.I.H.U. 然後他這本書就是以他那個 就是他從小三港的部落為 就是一個定位 然後他就描寫了很多小人物在那邊的生存故事 然後我負責的是第三章 就是他這本書分的那個章節嘛 第一個就是他報告的 就是記憶溫柔 然後這個章節就是在講一些 就是講在那邊生存的小孩 他們小時候的一些經驗 然後就是想要藉此喚醒一些 就是長大的 可能在外地工作族群的原住民他們的記憶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他這個 那位同學報告的城市殘酷 就是在講一些 就是原住民到了都市生活 然後就看到這個都市的殘酷 然後他們做哪些 就是自己做哪些前就於這個城市 然後他們做哪些改變 然後我講的是第三個部分 這個章節叫做野地漂泊 然後就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章節很悲哀 因為他寫了很多東西都是跟 就是死亡有關係 然後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一篇 就他是一個一大章 然後裡面有很多小故事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 有一篇他的名字叫做 有看到彩虹橋了嗎 就是他的那個 主要的故事線就是有一個 很小就離開部落的原住民 他就到都市去 他就到都市去求學 然後他長大之後就成為一個學者 然後他就是要回去那個部落做研究 然後很有趣的是 他回去的時候 他就遇到了一個他國小的同學 然後就他很記得 那是他國小的同學 可是他那個國小的同學 就是完全認不出來他 然後他自己就是很猶豫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跟他講 然後他最後就選擇沒有跟他講 就我不知道他內線掙扎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就要做研究 然後他就遇到了一個老人 然後他們就聊到了 就是部落裡面老人跟年輕人 他們之之間還是存在了很多代溝 然後就是那個書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部落裡面的年輕人 會覺得老人很常在自言自語 就是他們會覺得老人真的很奇怪 因為他們都會叫年輕人 就是你們應該要多多聽聽你們自己 就是自己身體裡面的聲音啊 或是會跟他們說 就是他們哪天就是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了什麼彩虹橋 所以就是其實從他寫的這一段裡面 就是看得出來部落裡面的年輕人 就是已經可能有點 已經流失了他們傳統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裡面還有提到一些關於他們 就是部落裡面很原始的葬法 就是如果有人死掉的話 就是可以講一下 他們說就是裡面寫到如果是 以前如果是他們是打仗死掉 或是病死在外面的話 然後就他們家就會在他們外面死掉 死掉的地方就草草埋葬 然後就是部落都不會做任何的儀式 但如果是就是自然死亡的話 他們就會把死者埋在他們家的床下面 但是就是現在什麼都變了 現在在部落裡面死掉的人 他們就會直接埋在公墓那邊 但是就是一些老人他們就會很困惑 就是其實公墓對他們來講沒有任何的關屬感 就是那邊沒有祖林的彩虹橋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很感人的是 他剛好有訪問到一個部落 就是他他覺得那個部落老人 然後那個部落老人覺得他現在所生活的部落 已經不像是人在住的 就是他覺得應該回到山上去 就是我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就是蠻可悲 可是我們就是不太了解說 就是都已經是部落 就是已經不是在都市 那就是為什麼他們還會沒有那個存在感 就是我很想要問這個問題 謝謝大家 我覺得就誰要上次我就出去一下我們繼續 然後就要炸一組,就是這樣,很高的轉而入口水 請問一下你們常看原童明文學的人有麻煩聚樂手嗎 就本來就在今天上課前本來就還熟悉有時候會看一張 然後因為上課課才第一次看 你們就都會看嗎 不是就是要如果你不會特別去看文學術 而是你會看自己的一些很往事 或是我們自己的生命 就原住民寫的生命故事 那就是這個 就是不是這個就都不是這個 就是都不是出版的 出版的那種 可是那種東西更真實 這是一個好問題張文問 就是你覺得這個相對是不真實 你不是說不真實而已 對啊 剛剛這個答案 各位好 那我們選的是就是一個報傳人 那這不在就是老師開個我們書單裡面 對 然後我們選這篇 大家還記得就是鳳林他上一代報告最後的結尾是講到人語故事 有那個奧威尼夫婦的那個 那個就是他寫 這是他第一本書在1994年初吧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就是他跟他的故事 好 然後首先就是做整個介紹 然後就 欸這個我不會 對不起我不會唸 然後這裡就 怎麼唸 Vinny Vinny 對 然後還有每次秋季生 他是1945年生於盧凱族的正好場部落 然後這邊是原始在2014年做的一個影片 就是然後我們看個兩分鐘 就是裡面有講到一點 好 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 就是那時候就位在裡面 那時候我們去舊房查的時候 剛好遇到原始人一起 所以他就一起拍 然後就一下往到平地看一看 你是在七一到四十七歲的時候 從教育學校在台北 那時候在台北 可是呢買到 那這一段的話其實就是 原明台的記者採訪 然後就是有問他說 你怎麼會從部落到平地 然後又怎麼樣從平地再回到部落 然後這邊是就是 就是那個部落的位子的蓋框 就是這邊是亭東高速啊 日山地門 然後就是舊好茶、新好茶 他是大概1974年的時候 因為就是交通位置比較方便 比較接近 新好場比較接近平地 所以就是前村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就是 就是災藥的部分 好那他這本書的話 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就前面一小段的話是詩 然後中間那個部分是傳說 然後最後是人與土地 那傳說跟人與土地 都是比較短文式的 那就是他不像是 他的故事性不強 就是比較像是一個陸凱族 部落裡面的人 在跟林陽樹部落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雜柔各種 他所知道的在傳達給讀者們 然後我有結錄幾篇 像這一篇呢 大家看過去會發現看不懂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書的時候 也是覺得看不懂 然後他整本書只有這一篇 是全部的以陸凱化 就是盧凱語創作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也就是其中一首 那他這邊就是用漢語創作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傳說 那我有擷取一小段 比如說他這個就是 所有認識好茶的人都會聽過這個 就是兩個兄弟然後走到一塊 就打獵到一塊地上 然後他們的零包都停在那裡 不想要回家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個不錯的地方 然後後來他整個族人全部都潛到那裡 這就是他在第二部分 都是比較像這種類型 就是在講部落裡面的故事 就還有部落裡面很多的傳說 然後再來第三部分是人於土地 就像是好茶的人都知道 他們在就是山峽 就快要到部落之前 就會看到一顆瘦瘦高高的紅橘木 然後那一棵樹對部落的族人意義很重大 因為他就有點像是燈塔 就我跟爸媽都說這就是部落的燈塔 就是你送行就是送到這裡 就不會再送了 然後從遠方歸來的人也會從 也會眺望紅橘木 那他就記錄這些故事 好那關於作者的部分 其實前面有大概講到 那Alvinin Wu他是在 他是到平地去念神學院裡面的管理方面的 然後後來在教會裡面服務 就他那時候就跟我們說 他就算錢啊 可是他就覺得在平地生活他沒有很開心 腦袋沒有很清楚 所以常常會多算一個零或少算一個零 對 然後他是大概在四十幾歲的 四十五歲左右的時候回到好茶 就做部落文化相關的 那他現在已經快要七十歲了 所以他在部落裡面也待了 就是他回去之後現在也大概二十五年 那他這一本書的寫作背景 他算是盧凱族唯一吧 的就是出版書籍的作家 就作家不是學者 因為盧凱族也有學者 那他的話 他是比較原住民文學整個發展賣味 然後他目前出版過三本書 就是《野百合之歌》是 《雲暴的傳人》是第一本 《野百合之歌》是第二個 然後還有一個是 就是《詩語散文》的盧凱 就是那次又是第三本 那很明顯第一本他的就是 比較敘述、敘事 然後第二本的話故事性就很強烈 對他就比較是部分虛構在夾雜真實 好 那他為什麼會開始寫就是這本《雲暴的傳人》 他原本沒有這個想法 他本來很羨慕那些會寫作 但他認為說寫作可能不是他的本業 是後來就是大家就要寫余生的那個作家叫武賀 那後來他認識了卡路斯 然後會兩個聊天 武賀就非常驚訝說 卡路斯在講話的時候有一種美感 就是不管是他用主語講話或者他用駭語講話的時候 都有他自己的就是那套方法 我剛剛本來想給大家看的影片是說 可以很明顯看到就是卡路斯他的講話的時候 是非常雖然是一小段一小段 但是非常的美麗 就是感覺好像是想了很久之後講出來的話 然後其實他寫這一本的裡面的內容是 很多是關於盧凱跟好茶的事情 那這跟就是卡路斯他那時候發起的一個 就算他們那群人發起的一個回到舊好茶的一個運動 就是有直接的相關 那那時候其實當時候的村長自己也講說 我們沒有必要回到舊好茶 因為那裡實在是太高太遠 我們在新好茶就好了 可是在可是看到現在就是包包風災 新好茶也被崇毀了 他們現在是搬到阿里跟他們一起住 那到底就是部落這個概念就是對這個好茶的人來說 究竟又是什麼其實就是現在可以再去回答的一件事情 那包括就是把帶也有去訪問 然後原戲也有就是去訪問奧米尼 所以可以看到說這其實是一個一系列就是 不管是在部落或是在跟外界就是接觸的 就是可以看到的明顯的部分 那我覺得把帶也的訪問非常有意思 他其實是從就是野百合 他是在2009年就是跟他訪問的 然後野百合是在2002年出版 然後雲暴傳1994 所以他就先回到1994那天 就說欸你為什麼會開始寫 然後奧米尼他講話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就說我是看到阿邦就是有網友邦 就是午後在寫阿邦思索阿邦卡路斯裡面的那個阿邦就是網友邦 他是一個攝影師 然後然後他是看到他的就是拍出來的相片 覺得說欸我們就是可以來寫一些什麼東西 原本阿邦 Alexis只是寫竹譜 他只是因為他有很強的機力 所以他只是開始寫竹譜 後來才真的就逐漸變成就是轉向野百合 或是就是更後來的就是小說的形式 那這個地方就先不看 那剛剛也有提到就是不管美人怎麼樣 就會提到就是原住民文學部分 那剛剛芹 提到一個很好的觀念就是說 欸到底出版的東西跟自己私下寫的東西呢 應該比較貼近真實 那書寫者究竟是誰 那如果我不是原住民我是漢人 或是我是混血 那這樣的話算不算是一個 就是寫出來算不算原住民文學 這個到底是什麼 是一個流派還是它是一個類別 還是它是身分認同等等 那書寫中文卓語 這也是一個非常具有真意性的 因為就我看到比如說像大洋洲這個部分 他們很多都是用自己的語言 可能把它唸出來 或是把它講出來 比較多我看到是詩欸 就是對 然後我看到是詩的請詩 對然後就比較不會 雖然他們的狀況是英文跟祖語 那台灣狀況是中文跟祖語 但是在台灣的部分還會有就是 那時候就是國民政府極力就是推行 就是中文然後包括你不太能講 其他東西的一個狀況 然後書寫內容就是回到說 到底書寫的內容針對是什麼 這也是一個大文 就是也是一個需要背討論的部分 就是你寫族群經驗呢 還是你寫自身經驗 那你寫你在都市裡面的生活可不可以 那你寫就是你身為一個 一個怎麼樣的人 也是可以算成就是原住民文學 那到底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應該要被歸類嗎 或者說我寫的就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其實我們有吵很久 但是我現在就是無法把我們就是吵的過程 就是講給阿廷然後功能 當然我們實在不太反共能這個字 不過就是還是可以看說到底文學是作為 因為文學在一般從文學的角度來說 那會作為一種就是反抗現實 或是一種跟就是現實延伸的 會把他就是某種文學的精神吧 那到底就是原住民文學在這裡面 他所凸顯的是什麼 他的反擊他的反省他的深入探討還是都有 因為原住民文學那個老師也剛剛講到那個山海文學講 那個是跟就是到時候就是一系列的原住民運動起來 然後開始就是有做事就是開始真的在把東西做出來的 那個時候一系列出來的東西 那他跟政治性是不是有關係 那從卡路斯切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就是 就是卡路斯的書寫的重點就是他是要鋪排關於舊地名 地獄的生活塑造 例如守護神 然後或是一些舊好茶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假設說就是塔若未經文化的弱勢的危機 然後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跟自覺原住民就是文學特色未必讀書一格 這是一個研究生他在研究就是卡路斯的時候他所提出來的幾點 對於原住民文學跟卡路斯的幾個看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其實大家需要去好好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就剛剛而言好像就比較像是在陳述說 就是原住民英文學應該是什麼樣的那個definition或什麼 那這東西是應該開放討論那心得 心得 好那就最後給大家一些小小的回饋 就我那時候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因為我是先看野百合 就我就喜歡看故事 我沒有辦法看文章 我文章外面看不下去 所以我在看雲報的時候覺得好累喔 因為就有一種小時候大家在看西洋文學有沒有 比如說福爾伯斯 然後裡面每個角色的名字都很長 然後你又記不起來 那Mary啊或是John啊這些大家很熟 可是你在看原住民文學的時候就會 天啊他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我那個主詞轉換有非常大的困難 那所以就像我前面有一首詞分享給大家 是就是他這一本書整個的第一篇 那他除了那篇之外就沒有再用 就是朱玉寫作了 那我就在想這個是因為他想要出版的書 然後你要跟外人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勢必要用漢語寫作才是比較容易的 還是說這是其中一個考量點嗎 還是說包括部落的青年裡面像我乾哥的族語 就大概跟我程度差不多 所以他如果也是要紀錄給部落族人們看的話 那是不是也要考慮到年輕人一倍的族語能力 然後再來的話就前面有討論到 什麼是原住民文學 那最後的話就是其實在看這幾本 他的作品的時候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是 Alvinivu正在跟我講故事 就如果你們認識他本人也會去有機會可以看那個影片 他真的是一個講話非常有趣的人 像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問Alvinivu說 那你們說一個人很漂亮你們要怎麼講 然後後來問說那你們覺得 如果你覺得一個人很醜要怎麼講 他就說很醜我們當然不會直接說他很醜啊 這樣才沒有禮貌 我們就說他長得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一直拿這個來開玩笑 對然後他有很多像這樣子的用語都非常的可愛 你覺得要你們看他的書就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是納山老師的看法 就也許原住民在用漢語的時候他可以突破就是原本漢語的一些東西 然後去轉出就是另外一種就是原住民在書寫漢語的新的面向 那其實這未嘗也不是一個開展出來的方法 但是回到就是如果說原住民文學是某一種保存 就是原住民自身文化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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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物 一個確定的紙本的話 那這樣的東西會不會讓他逐漸就是偏向中而而就是忘了說 如果這足語是可以變成文學 那這個東西會去哪裡 就是可能還是只能留在口傳上面 然後還有什麼 欸我突然忘記我本來要講什麼了 好吧那就先這樣吧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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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請下一段就是沙迪豬飛樹沙古 學一組 好 就這樣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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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選的是山豬飛樹沙克龍 然後我一個人一組 就很可憐 沒有 然後我先講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這本書吧 因為他有被收錄曾經 我們應該沒有讀過 就是有嗎 有 我是沒有讀過啦 就是 比較那個 那個著名的兩篇就是 他其中一個兩個篇章是 飛蜀大學跟山豬學校 那大家就是聽到這個名稱就覺得 喔很特別 因為我像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會感覺他的口吻就很像 因為我自己也是排完 先介紹那個作者好了 他是亞隆隆 撒基努 然後他是台東 泰馬里 新香蘭部落的人 他是排完族 那我會選這本書的原因 是因為作者是排完族 然後我 就應該會跟 就是會跟自己的經驗很類似 因為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會覺得 喔都 就是他 譬如說他在描寫他 他父親是獵人 然後在 他跟他父親一起到山上 就是在旁邊跟著父親打獵的時候 那 就是父親會覺得說 例如說他就是在飛蜀大學裡面的 他會說 就是說這個飛蜀 因為他們 一開始要抓飛蜀的時候 他抓不到他 他就 他就稱讚飛蜀說 這個飛蜀有畢業 欸大學畢業喔 很聰明這樣子 然後就讓我想到 就是我部落的人 或者是我的 Gamma 嗯就是一個 就是叔叔伯伯 他們都會這樣子說 有這樣子說過 就是 對於Drop道 或者是 就對於獵物 然後會有這樣子的 該怎麼講 嗯 稱讚 然後 然後還有 其實裡面很多欸 那個口吻就會讓我覺得很親切 就是 部落的人會這樣跟我講話這樣子 然後 嗯 我想就是先作者 我先簡介一下好了 我特別要講就是 他其實會 啊 我先講就是這本書的 他是分四個大部分 第一個是山與Gamma Gamma就是 父親或者是父親輩的叔叔伯伯之類的 就是台灣族裏的稱呼 那 第二個是 部部門 因為 然後第三個是 雅融融 薩克努 他在說他自己的經驗 那第四個部分是 獵人在都市 那我覺得每一部分都 嗯 反映出 那個時代 他大概 他是1998年出版 也不久大概十多年前 可是就是 很久嗎 十多年前我沒有算錯了 兩千 就是十多年前 然後 他 嗯 我覺得這樣十多年前過來 我就對照我自己 我覺得 因為像 他第二個部分跟第一個部分 就是在比較是 去要真的要跟目落的人一起生活 還有聽父母們或長輩們分享故事 你才會有那個經驗 那我很幸運 我有這個經驗 所以就是對 部落的口傳文化 或者是 那種歷史 或者是生活的經驗的 傳承 然後我覺得我 就是跟 作者一樣很幸運 我有 這樣子的體驗 那第三部分他在講 他自己 然後薩克姆 就是他在說 他怎麼 認為自己是個排灣族 不只是原住民 更重要的是排灣族 那第四個部分 是獵人在都市 那就是 跟 可能在座原住民的學生 都有 就是對 從部落到都市 或者是 意識到自己就是原住民的那種文化衝擊 然後他第四個部分是在說這個 那我想提到的部分是 因為時間很短 然後這本書很精彩 然後我想說就是 嗯 作者他是 我剛剛提到他是 新香蘭部落 其實新香蘭部落這個是 他這個部落很有趣 我覺得跟 牡丹或者是這整個 嗯 因為日治時期吧 所以 或者是 國民政府時期 然後為了要治理方便 所以會進行淺寸 然後會把不同 社群的 部落的人 然後放在一起 那就是 那種以夷至夷的 一番之凡的那種感覺 等一下喔 我弄念的 你有沒有背起來 就是 好我弄念好了 就是 就是 金香蘭部落就是 對應的一個 舊香蘭部落嘛 那舊香蘭部落就是 就是 其實那時候 那邊 欸 好啦 反正我就是 就是 新香蘭部落他 他是 應該是 舊香蘭部落 他其實是一個很混居的 族群混居的一個地帶 那其實有客家人 有 阿美族 然後有排灣族 然後有 也北南族 那其實到 其實他其實是那個 因為阿美族可能人比較 人比較多 然後就是阿美族 那個叫什麼 壓過其他文化 那就是 然後他上面 就是大概二十年前 都沒有人知道 這裡有一個排灣族的部落 就是新香蘭 他們後來 追尋 就是當時的排灣族人 就是 那時候 以前那時候 還沒有那麼 該怎麼講 他們還沒開始追尋自己 排灣族的文化的時候 其實就是 當時的排灣族人 就在各個阿美族的節日當中 會穿 是排灣族人喔 穿阿美族的衣服 跳阿美族的舞 穿阿美族的歌 然後我知道有一天 就是排灣族的青年們 決定重新尋找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部落 然後 他們到現在非常有名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一下 他們的青年會非常有名 就附贈 不論是附贈文化 或者是對排灣 就是他們那個 啦啦啦部落的一個團結 就非常有 一個很大的作用這樣子 那其實 因為我看就是主要負責 大概就是 作者他的 他名叫大一字牆 然後我看 就是主要 在這個其中 在從事這個事物的 好像也就帶什麼什麼 我想說應該是情情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有一起做之一件事 在追尋文化這方面 那 其實作者應該 這本書很有名嘛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他被什麼哈佛大學 選為應用中文系的 指定讀文 然後 我覺得這真的很了不起 然後後來還被拍成電影 就是有被發拍成 就是動畫這樣子 現在是沒有時間給大家看啦 可是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 那 其實剛剛就是 介紹都差不多了 我要講就是一下 那現在就可以就是 我大概會講一下就是原住民文學 我覺得了啦 就是 我沒有看很多那個 就是有出版的那一種 原住民文學 可是我覺得我 接觸了很多的 這也我覺得也算文學的是 我附近的人 例如說原生戴蛇 寫的生命故事 或者是 他沒有 或者是不是原生戴的人 自我認同是原住民 可是他可能就是沒有那個身分的人 寫的生命故事 我覺得這種 也叫做原住民文學 所以 不 就是 原住民文學 我覺得 就是大家 我覺得很多 因為像我在看的時候 他們就是 都很容易 就是比較真的是有 集結出版出冊的那一種東西 那我覺得很多 就是各方面的懂事 不一定是一定要寫到 嗯 我覺得應該是跟著時代走吧 可能 各種 就是例如自我認同 或者是那種口傳文學的東西 就是口傳歷史的東西 都算 或者是 好啦 就是any kind of 就是 差不多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是我們下一組 就是我們又回到那個山脈園外 然後 只講我們大白 有 心心的 再往這邊 但是我還沒有看那個人說 可能因為我的報告太多 所以我在試一下看 我想說之後再教跟可惜的報告再看 那你再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到下一本 就是我們現在要來到獅子 每一的告示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美麗的道士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美麗的道士 對 那 可是這次的作者是 莫娜能 她是一個就是 台灣族的盲人 盲人作家 那她是來自 就是台東線的達人鄉 那其實她的 為什麼我會選她的 她的文字 是因為她 因為畢竟我們 我們是原生代是我們 我們 雖然有很多的面相 但也有個很重要的面相 就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原住民當代的一些狀態跟處境 那在莫娜能的文字裡面可以看到非常多這樣的樣貌 就像事實上 有一個讓我很印象深刻的一篇 雖然我忘記她 我沒有把它背起來 可是她在講什麼 百步蛇之死 因為她這首詩一開頭 在講一隻百步蛇被泡藥酒 真的對台灣族來說是如此的重要 可是今天有個漢人的男性 為了壯陽所以去喝她 然後接下來她 她喝完之後她的對 她的 她接下來要 要 卸下她的脈村的對象 卻是 百步蛇的子 的子孫 就是排完族的女孩 就是她用一首詩講到這樣的故事 讓我覺得 心裡就炸一下 雖然我不是排完族 可是我知道 百步蛇對於排完族的那個意象 那個意義是如此的重大 可是在她的這個 文字裡面卻顯得如此的諷刺 那就是 因為她的文學其實真的就是很多 很多就是 可以展現原住民當代一些悲哀的情緒 那這首詩就是其實她跟 她跟她的時期其實跟遠運有點接近 那就是 其實她也是被評為 就是她是原住民界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的作品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講兩 而我們主要是想要分享其中的兩篇 那第一篇交給你 那我就 要唸一小段還是整篇唸完 好好好 那我就唸一整篇 漸漸底被遺忘在台灣時的角落 從山地到平地 我們的命運 哎 我們的命運 只有在人類學的調查報告裡 受到鄭重的對待與關懷 強權的洪流啊 已沖淡了祖先的榮耀 自卑的陰影 在社會的邊緣 侵佔了族人的心靈 我們的姓名 在身分證的表格裡沉默了 無私的人生觀 在工地的陰架上擺盪 在拆船場礦坑 漁船徘徊 莊嚴的神話 成了電視劇庸俗的情節 傳統的道德也在煙花巷內被蹂躏 英勇的氣概和純樸的柔情 隨著教堂的鐘聲沉靜了下來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 請先記下我們的神話與傳統 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請先恢復我們的姓名與尊嚴 好 其實這邊就是誰的名字誰來命名 就是山包還是藩還是高山族 對 那這邊呢就是誰來訴說原名的觀點 人類選擇還是鄉土劇本 還是原住民自己本身去訴說自己的文化內涵 這邊 強權工地教堂 我們不能說這事情就是對我們來說是好還是壞 就不能是絕對的 因為在這時間的洪流裡 有一些事情他就是可能會推向好或壞 就是利大於弊或必大於利 就是這件事情很難說 就是除非在我們在文化脈絡裡面直接去 就是去尋找 對 那除了身上的血液 我們還剩下些什麼 我覺得我們要對於現在 就是對於我現在的原住民 就是青年來說 除了身上的血液 對於我們剩下的那些事情 是我們自己要主動去尋找去探尋的 いまいもがだん 是你叫什麼名字 就是我們的名字 你要回答的是漢名還是原住民性 在身分證上面 我們不但沒有辦法 就是去更改我們的姓名 而且其實在於更改姓名這件事情 其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就是 受到殖民的壓迫 是從日本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被迫更改姓名 然後到了台灣光復以後 我們以為光復 光復了就是可以光復 就是收回我們的土地 可以改回我們的姓名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覺得 這件事就是這一首詩告訴我們的是 我們除了要去追隨 就是追尋我們過去的歷史 然後我們過去的那些 傷痕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叫什麼名字 我要講的是 雪兒聽我說 可是因為這首詩我覺得有點長 所以我只是想要解錄一段 是我最喜歡的一段 就是 開始重新認識鳥的面目 因為這首歌 這首詩在講 就是大家都知道鳥戰雀巢 那就是這時候 我們原住民 這首詩是寫給 就是原住民的知識青年 那就是我們原住民就像是雀 那對於就是可能青藏文文化的那一群 被稱為鳥 那我想念這一段 就是重新認識鳥的真面目 他們只會享受不思耕耘 使盡手拼命占有 從不問什麼是道義 所以我們的善良不能過分 開始挺起胸膛 忘記什麼是悲傷 眼淚只會累積更多傷痕 自卑只會帶來更多的屈辱 妥協只會加速自己的滅亡 唯有相信肩膀的膽大 就是因為其實我 我會看這段文字期會感觸很深 就是因為在走 雖然我不敢說自己在做原住民運動 可是畢竟在關注原住民權利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有些懷疑 然後會對自己有點自備 就是當我們面對就是這樣的可能歷史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好像我們不能改變什麼 因為也不是說不能改變什麼 就是當你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為什麼感覺做那麼不夠 就是包含不論是就是現在制度面 或是自己面 就是也會覺得自己文化學得不夠雜實 然後甚至在祖母離開前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用足語說一聲我愛你 或是說我想你那種感覺 對 那就是我會覺得 可是莫達人這段詩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不可以回心 我們不可以自卑 我們應該更加著用抬起我們肩膀去扛下這個責任 因為唯有當我們扛下這個責任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去讓我們的民族 或是讓我們所期待的那個未來出現 對 那就是一樣再思考一次 就是身為一個原住民的知識青年 就是是否有被附屈的宿命 那我們是我們不應該對這些強大的文化 我們可以跟他們當然可以做溝通 可是我們並不是為了去救他們的妥協 我們更不應該自卑 因為我們應該為我們文化為傲 那 我們也 我們也不應該經常為了這件事情流淚 因為我們一樣自己在努力 我們一樣在刀對刀路上 那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 然後 我後面就是 因為之前大陰的時候有修孫大川的那個原住民文學的那個課 然後 孫大川老師就是說 就是 因為好比就是莫納能作家 就是他寫這一文詩集 他裡面講的是他就是可能 他在這一段就是在他生命時期裡 他所遭遇到的原住民 他種種的不平等與迫害 還有對於原住民的一些苦痛 他就是在這邊完整的就是寫出來 就是寫理念的就是攤在書前 那對於現在就是 孫大川老師就是有就是鼓勵 就是現代原住民青年 想要就是從事原住民文學創作的時候 他就說 那一些就是這以前的作家們 他們是覺得真的經歷過這些種種的 苦痛 所以他們可以把他們的心情就是 造成的寫下來 可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 我們受到的迫害 呃可能在心靈上和身體上 就是可能沒有前就是前人來說的 那麼的 呃那麼的什麼 欸那怎麼怎麼 反正是 那麼的清晰 就是那些痛楚 在我們身上可能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我們可能在於找尋一些以前的記憶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模糊 但是他說如果就是硬要去 在就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硬要去寫以前的那些苦痛 他覺得有點像是無病聲音 對他那時候就用到這個詞 然後就是我就是我們就是 欸他認為說就是我們每一代 就是每一代每一代都會有自己的故事 都會有自己所經歷過的歷程 就是我們要把以前種種就是經歷過的那些 傷痕裡面留下來的東西變成一種力量 然後去運用在我們未來的生命歷程 謝謝大家 好 那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報告的是 田雅各 那他的本名是托巴斯達瑪匹瑪的最後的獵人 那我本來跟杜教士講說我要去那個看那個 哪一本 所以就是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們以前刻本有看過那個 那一本那個文學有去進來嘛 那我本來想說去找他書好了 然後結果去那個園民中心去就是翻來翻去之後 翻到這本之後獵人 然後就看了一個故事 然後就覺得超好看的 所以就變成這本了 嗯 那 嗯 田雅各的話他是布農族的 嗯 然後是姓異鄉人倫部落 嗯 然後這本書其實是很早期 大概1987年的時候就寫出來 所以是蠻早期的一本文學 然後 嗯 它裡面是有八篇的短篇故事 嗯 然後 嗯 嗯 好 就是因為我沒有準備很多 雖然我看了 那什麼 就是跟大家稍微就是分享一下裡面的一些內容 嗯 嗯 嗯 其實天雅各的話 他在寫作上就有蠻 就有些蠻特別的特色 比如說他寫的內容 都是一部那種 組衛國的觀點去寫作嘛 然後因為他在寫作的時候其實才二十幾歲 然後他是一個 嗯 高雄醫學院的一個學生 所以是以一個在 外地的一個 原住民的學生然後的角度去 去看就是部落裡面的一些狀況 然後 還有一些他去 嗯 他自己去寫的一些 部落裡面可能會發生的一些故事 嗯 那比如說第一個故事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拓發式大馬匹馬 就是這樣 在講說 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年輕人 然後他從 從平地搭車回到部落的一段過程 然後再從一台車上去有一些 他同一個部落的一些 嗯 一些人們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上面發生一些故事 嗯 那他其實就會講到很多 在原住民 在那個時期的 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裡面有一個人 他 因為兒子結婚 然後他想要去 嗯 幫他們做一張床 然後是他們習俗啊 然後要去砍一顆局幕 結果就被告了 嗯 那因為他每個局幕 是被林務局所保護的 嗯 可是就是其實他們以前 根本就不會覺得說 這是誰政府財產 沒有啊 這其實本來就是生理的一部分啊 那譬如說他裡面就有一個 就是有個人講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有人覺得奇怪 就會去問他說 欸那這個姓林的 為什麼 就會覺得說那局幕是他的 那你就是他怎麼會覺得局幕是他的這樣 這樣 可是這個姓林務局啊 不是姓林務局人啊 就很奇怪 然後 嗯 好 那另外一篇就是最後的獵人 也就是這一篇這個書的他的名字 那他講的是說 嗯 一個 一個部落裡面的獵人 然後他去山裡面打獵 然後打獵完之後呢 他 原本想說 打到一隻三槍 然後看外星星要回去給他老婆進步 然後結果 就遇到檢查哨的警察 那個警察就把那個三槍探護走了 嗯 類似這樣的故事 就是其實他的 嗯 在這八邊故事裡面其實講到很多 就是原住民跟漢人之間的一個衝突 那常常 就是 原住民都是處於一個很不利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 嗯 我覺得這本書就一定程度的去描述了 就是在當時原住民的確遇到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嗯 那 另外呢 就是天涯科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其實在寫作的時候也有講到說 他其實都是用布農語去思考這整個故事 然後一些話語之後呢 再重新用腦子翻譯成漢語之後再寫下來 所以說就會有一些很特別的語句 就 嗯 跟我們一般漢人看到的語句就不太一樣 比如說 嗯 比如說要講竹人愛唱歌 他就不是講竹人愛唱歌 他說竹人有愛唱歌的聖誕 嗯 然後另外就是 比如說講到說 嗯 過一會兒時間 我們可能就講過一會兒 過一陣子之後呢 他就講說呢 經過一次公牛小便的時間 就是還蠻特別的這樣子 嗯 好 大概就這樣子吧 謝謝 謝謝 那下一本是 是六人的部落 那我也沒想到說大家會做PGD 所以我只是大概分享一下而已 對 然後他的作者是瓦利斯諾幹 那前面剛剛也有人介紹過他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他就是 嗯 就是泰雅族的一個作家 那這本書 我會看這本書 是因為說 萊斯諾幹 大概以前 如果說都在台灣讀書的話 應該都會看過他的 課本上出現他的文章 所以就覺得 哇 那就他應該是唯一認識一個人 他就選他的書來看 那這本書 永遠的部落 他主要是 他主要是在講說 就是傳統的部落 在文明的衝擊之下 他的傳統文化跟一些道德觀 會漸漸被綜合掉或流失掉 那這樣子其實是某種程度上 其實是蠻悲哀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原住民在 就是在主流社會的衝擊之下 他有一種被邊緣化的感覺 這本書大概是要傳導的意思啊 就是如果說我的 我的見解沒有解讀錯的話 那我讀完這本書之後 大概的心得就是說 因為其實讀這本書 我沒有太多的就是 很專業的那種看法 就是覺得說這本書閱讀 就越跟我的 會勾起我很多的回憶 就是說他 就讀完這本書的心得去 感覺就是說 他說就是在科技進步下 然後鄉村又變成了都市 那我們這些鄉下小孩子 所經歷的回憶 就只能放在心裡 那像我就是在花蓮的 某個部落出生了 那我小時候 然後就是都可以去部落後面的山上 玩水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都沒有人 就是從假日區都沒有人 然後現在是假日區那邊就爆滿 然後平日區也爆滿 然後就只能一直往更上游去玩 才會沒有人 然後可是那已經是我國中時候的時候吧 現在是不管去哪邊都很多人 就是山上的空間就全部都被光光客佔領了 就一種感覺就是自己的地方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還滿喜歡這本書 他的另外一個地方是說 他有提到一個城市邊緣的這個一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偏遠的鄉村孩子 那他們得到的資源比較少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們都會想說去大陸是看看或闖闖 可是就是我們之前獲得的資源就比較少 那出去的話也沒什麼東西更別的競爭 那可能就形成一個相對弱勢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很容易就是變成說 在大都市裡面就只能從事那種比較低階工作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一種就是上下優勢 優勢種就是一種上下階級的感覺 那像我認識很多的很多的部落的人 他們就是完全就是這種這種感覺 就是到外面都市就整個模板工啊 或是一些比較粗重的工作 然後這種部落遷到都市這種衝擊 那我自己也是感覺很深刻 就是也是讀到這邊之後 就是這種回憶都上來的感覺 就是我以前在部落的小區就是怎麼讀 就是搬上第一名取消第一名 然後結果一搬到都市之後就墊底 然後被帶在店之類的 然後就覺得喔 越看越有感覺這樣子 然後 大概其實我看過的信息大概就這樣 那我還要再分享一句 一段話就是我覺得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很不錯的一段話 就是他寫說 他其實並不希望每個孩子都十全十美 而是在每個 他希望在每個地方都會有一點缺點 這樣才能在更好的人身上學習 那透過與人的交往 然後知識的累積 那見證到自己的不完美 然後才可以懷著包容虛心的心胸 還面對這個複雜人事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可以當作這本書給我的一個座右銘 謝謝大家 然後我看的書是翻刀出橋 然後這本書也是瓦利斯諾幹做的書 然後他主要是在講就是 因為他那個年代 他創作的那個年代算是就是 原住民漸漸的那個 就是會去爭取自己權益的那個年代 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那個主要的心得也是從那邊來 然後 然後我這本書 我看完這本書就是 會讓我去想就是 原住民面對的那個問題 到底要想出那個解決方法 到底是原住民本身還是 然後或者是政府 還是說是全體社會 因為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那個社會 當一個族群出現問題的時候 這個問題通常會是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族群造成的 特別像 多半都是 多半原住民的問題 其實很多來自於那個歷史 就比如說像 漢人移民 然後後來的那個日本殖民 然後到那個光復後 又是漢人這樣子 那那個這個問題 到底是要由誰來 由誰來承擔的 因為 有原住民 才能原住民本身 就已經 已經那個什麼 就是面對這個問題 自己別辦法解決 可是 如果又叫原住民自己承擔的話 那也是 也是不太可能的 然後叫政府承擔 可是政府 因為政府為了管理的那個方便 他們必須訂定一個很普遍價值的那個制度 或者是一些 或者像教育體制啊 或者是那個文化等等 那這樣的話 對那些 面對那個 這種問題 面對這種問題的 那個族群 像原住民 就 也會 那個什麼 也是會造成一些 更大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 就像 我之前其實曾經問我爸說 為什麼 我會 就是我爸他 會被我外那個 祖父還有祖母他們 帶到平地來 他們說 因為在部落裡面 如果你生活在部落的話 他們以後沒有競爭力 然後工作 工作會找不到好的 然後我就 然後 以前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 可是到 就是大概上了這本課之後 就會發現我其實這樣子的概念 是一種心靈城市的自備吧 我覺得 是一種自備 就是 我們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那個 我們還沒有去尋找那一道光網 就是我們 認同自己說 我們是原住民 我們 我們有自己的文化 我們是一群人 我們跟漢人 我們跟漢人 我們跟漢人是不同的 反而還是繼續學舊於那個文化 然後 慢慢到最近幾年 那個原住民運動 興起的時候 這種 這種概念 這種概念還慢慢的在那個 我們這一代原住民的那個 心中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成形 因為畢竟 我們現在 很多人其實在城市長大 所以 很多原住民可能 對自己的那個族群認同 可能也不會像以前這麼 就是 不會意識到說 其實我們 是有族群認同這樣的問題在 然後 然後 所以 這一本書 他主要是在講說 那個 原住民運動 為什麼要興起 然後 然後 那個 就是我們要去思考 自己的那個族群認同 然後 在思考自己的族群認同的時候 我們也要能那個 學習別人的文化 跟 跟別人競爭 因為 馬里斯諾跟他就有講過說 我們那個原住民 終究還是要學習漢 因為要學 因為學習漢 我們才能跟別人競爭 因為在這個社會就是 不跟別人競爭 就是 就是沒有飯可以吃 我們也沒辦法工作 但是 同時 又要知道自己是原住民這樣子 下一個是 馬里斯諾跟的 獨發人之夜 才能買到那個微小說 我們在總唸的是那個 馬里斯諾跟的 然後 摘要大概就是 他以部落的觀點看 就是當時原住民的屬境問題 然後其中包含歷史 文化 經濟 教育 還有社會議題 比如說核廢料 然後 他自己本散文集 就是不論 就是他裡面 有敘述親身經歷 還有一些就是他聽到的故事 然後都點出了 當代原住民所面對到的困境 然後 然後 呃 作品的背景 大概是80 冰國83年到88年 中間發生的事情 然後 比如說原民 就是第二次的黃偶土地運動 或是 恢復傳統慶靈 還有 蘭嶼 核廢料 跟 有一些是白色恐 他有提到一些白色恐怖的 受難家屬 他就之後去做的 一些訪問 就訪視或是調查這樣 然後 他是 瓦利斯諾塊 剛剛有介紹過 他是台中的太亞族 嗯 我先講一下他的影響跟回響好了 就我們自己認為說 這是一本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學的入門書 就你不需要帶有 就是不需要 一定要是原住民 或是一定要有很多部落經驗才可以看懂的 就是他 就是你不需要那麼多的經驗 就可以理解他其中的內容 然後在 在原住民心人當中他其實是很 多產的一位作家 他的面向也很多 他寫詩寫散文 也寫小說 然後他的 他在這一本 《翻人之眼》的再版序裡面 就提到說 呃 他曾經以為 書寫可以確立一個人的主體存在 可是 當他越書寫才發現說 是相反的 他反而是凸顯了 一個人的主體的渺小 所以他就覺得他一定 他非要 不停不停的書寫才可以 茁壯他這個主體的存在 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這一組的心得 然後我先念另外一個同學的心得 他說 瓦利斯諾干的這本書 雖然譴詞用字沒有很重的批判性 卻點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原住民議題 然後這本書的創作大概在20年前 但是 他提 就是他點出的這些問題 到現在都還繼續存在 然後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 每個章節都是作者自身經驗 或是友人的故事 不管是喜或悲 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主角的心境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對他刻畫 刻畫對於想要貢獻自身故鄉 正知道每個原住民族的心情 作為在異鄉讀書 並且收回原鄉的原民經驗 從紀錄故鄉的歷史故事到敘述自己的經驗 都透露出他希望透過寫作或是教育 來解決這些原民問題 又或者是向社會大眾傳達現實 然後他很推薦這本書 我也說大家可以去follow他的Facebook 然後我自己的心得是說 就其實我在之前念過的原住民文學很少 我只有在大伯家有翻過那個 Saginu的走風的人 然後我念前面兩三頁我就覺得很無聊 因為那時候很小 然後就沒有念完 然後正是因為這個 那個作業廣告才認證去翻了一本書 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只要找這本書的時候 我只要找圖友 我就去翻 然後我就去查他的那個位置 然後我是在 我就很奇怪 他是在中國文學裡面 他的分類是在中國文學裡面 然後他被夾達在一堆簡體字的書本裡面 然後我自己的心得是 瓦利森文字有很多的譬喻 他因為他掃文都短短的很好念 然後有很多很微玩暗語 對於歷史還有當前政權的批判或是反風 都是溫和而堅定的 就是比較 像有點黑色幽默這樣子 念起來很輕鬆 可是其實背後的故事是很沉重的 他寫了很多文化霸權擠壓下的經濟弱勢 或者是文化流失啊 技能跟思想的就是不復健 然後還有很多他自己 他本身進入漢人社會之後的矛盾跟不安 因為他是台中師專畢業的 然後我想要分享幾個故事 就有一個故事是 他已經在教書了 然後他這一本書裡面有寫到一篇是 城市來的三包教育專家 就是在說有一個人 來他們學校辦了一個演習說 援助教育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寫了一小段 然後最後一句他這一篇的時候一句寫說 他欠著他的孩子跟他說 以後爸爸自己教你好不好 然後我當作看到這句話我覺得很難過 就是其實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的生活本來一代一代都是父母教下去 可是我們現在在學習的東西 什麼時候開始變成是別人要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應該要學什麼才是正確 怎麼教對我們來說比較好 可是明明我們自己就才是原住民 然後另外一個故事是 那一篇叫做 飄搖的山裡 我如果沒有記錯吧 就是在寫說 一個老人家帶著他的孫子去 要去他爸爸 以前留下來的竹林那邊去採竹筍 可是那一片竹林是 現在已經不是他們的了 就是被劃到別人的底 就是所有全是其他人那邊 然後他們在去的路上就有 鳥還是什麼 就是泰雅族 是不是有鳥撲還是什麼的 就是有那隻鳥出現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不吉利的 但是他們還是決定去了 然後他們在去的時候 他的孫子就拔了竹筍 就被發現 就大叫說有人偷竹筍 他就跟他的孫子說 你趕快跑 你不會被抓到 他就跑掉了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被抓 抓去警察局 然後當他被家人從警察局帶出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自己的家人講說 我為什麼不行 我只是 他說我只是想要回去 就是小時候 爸爸種在那片竹林裡面 看看他們 你們沒有看到一整片竹林都在發動嗎 然後 這是我看到最難過的一片 就我覺得說 什麼時候連我們回去 都是犯法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明明就是我們的回憶 我們的過去曾經是我們的土地 然後有一篇叫做 陸名與竹名榜 就是他生的小孩要恢復傳統 要他直接用傳統姓名榜要取 然後他跟老婆協議本來是說 取排灣族的 就是他老婆是排灣族的 然後他在跟那個工作人員說 排灣族就是那個 他要取的那個名字的時候 工作人員說不行 然後說 因為我是外國人 為什麼要取英文名字 然後他說不對不對 他老婆是排灣族的 然後他就看他老婆的身份證 就發現他老婆不是排灣族 因為他爸爸是 他媽媽是 但是他老婆是從父親 就沒有原住的身份 所以他不能是排灣族的人 那個小孩是沒有排灣族身份的 然後瓦蒂斯就說 那好吧 那就用泰雅族的名字 他就取了 永遠就想好了 但只是那帳就換泰雅族的名字 然後就是在文字上面 就做了一些 就用中文去翻譯 也叫做威海 瓦利斯這樣子 然後我看這邊的時候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什麼時候我們自己的名字 變成是一件妥協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去 跟這個體制妥協說 好 然後我換這個字 中文沒有這個字 那我用陰莖的去 假裝他符合就好了 假裝那個是我 可是那其實就不是我們了 然後還有一些是 就是像這些在書裡面提到的問題 就是到現在都還在持續 像我剛提到那些問題 到現在幾乎都沒有說完全的解決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年輕人還要再努力的地方 然後對於原住民文學 我們有去稍微查一下資料 就有人是覺得說 身份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原住民寫的東西 才叫原住民文學 然後那我們兩個 我們自己組裡面兩個人 都覺得很狹隘 然後有人是覺得 呃 題材才是重要的 就是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題材 不論是誰寫的 那種東西都叫做原住民文學 然後我們自己規列出來 也比較偏向這一部分 就是以題材為主 然後語言不限 不管是用英文寫的 或是入馬平寫的 或是中文寫的 都可以算是原住民文學 然後原住民文學的功能 我們覺得是 就是 有一點點算是 教育或者是說發聲 告訴漢人 或是一些不知道自己語言 怎麼說的原住民小孩 用中文去寫下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故事 然後老人家想要告訴我們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老人家老一輩 他們會寫字 他們會寫 或就是我們有文字 他們會寫字 我們的就是 總圖一定會有一個分類 叫做原住民文學 然後全部都會是我們自己的書 就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上一本書 我們要回看一下 慢慢過來 好 下一本是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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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胡思源 張紀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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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王 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们要介绍的书是夏曼恒博恩所写的这个八代湾的神话 那八代湾是一个位在蓝绿西南侧的一个腕奥 那平时他们达物族人会在这个上面摆放这个平板舟 所以这个八代湾的神话就是在描述说达物族民族的他们的一些神话传说 那作者在1957年生那是蓝绿达物族人 那在1980年之前他基本上都是在台湾工作 那在1980年代之后他再返回蓝绿 那他用最朴实的生活方式重新去认识蓝绿跟达物这个文化 那这本书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在讲神话故事的部分 这个神话故事它带出了达物族的一些神话 达物族的一些节性跟禁忌的由来 比如说他们飞鱼记他们有个禁忌就是不能把飞鱼跟其他的海鲜去混煮 那不然会使飞鱼的产量不够或者是他们自己会生病 那他们他描述的方式都是以你把物比喻做人 你人的方式去做描述 所以念起来还蛮有趣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主流化压迫 那在他其中有个章节 他就描述到他那个章节叫做女儿的名字 那他是在讲说他为他的女儿取了名字 可是当他要去护正事务所登记的时候 却发现那个公务员对他对这个名字有意见 因为他学的名字是四个名字 好像叫施奇诺瓦 四个名字 所以他那边就起个增值 那他为什么写这本书 还有他的题材来源 那他那时候刚才有讲到他回蓝鱼 那他下海 他平常 他这个记录清醒的记忆是说 他平常去海里捕鱼的话 如果捕到一些大鱼 那 那 就会 父亲啊 三兄弟跟 父亲兄弟跟他的堂兄弟 就会 全部过来 一起庆贺 一起分享这个语 那有一些民族 民族的故事也就在这个 具体之间 就流传出来 那他想把这个东西给记忆下来 那除了刚才那些民族 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之外 他自己的回忆 还有父亲在他小时候 对他 就是很像床 床编故事啊 那 其中一些神话就是由他的 父亲的故事而来的 那其实我在念这本书 我只是 觉得抱着给我看 看过去的心情 那 真正有了解到是我在 认识原住民文学之后 那原住民文学 就是说 不管你的作者是谁 只要你的主题 是包含原住民的生活 情感或思维等等内容 或表现形式的 那都称为原住民文学 那 我想要谈一下他的发展 那一开始原住民 因为 据资料是说他们没有那个文字 那他只有 只有语言 所以他们的一些 历史 然后 神话 各样都是用口传的方式 那之后才渐渐有些学者 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口传的 口述的可能会 消失 那渐渐就会有一些日本人 跟他人来 根据这些资料来把他们写成书 那在80年代之后呢 才开始有一些原住民 以中文记载的书 那可能里面会参加一些族语的部分 那其实我在念这本书的时候 它里面也有写到一些族语的部分 可是我都看得懂 因为它下面会有注解 所以就还蛮错的 那再来是它的功 那我实际上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它能让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文化 也保留下来 那其次的这个丰富台湾文学呢 就是说它的题材 跟我们汉人相较起来 汉人比较是在平地的 比较没有那种山林跟大海的那种视野 去描述一个文学 还有就是他们的词汇 他们的思维 跟我们汉人的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在那本书里面 就有提到一个 它在描述它的先父 那它就用 我灵魂先前的肉体 来描述它的先父 还有就是一个实控的部分 那汉人的历史 在台湾历史 差不多四五百年 那原住民其实至少有两千年了 所以这个历史的深度的话 又加深这个历史的深度 所以有这三点 我说它会丰富台湾的文学 那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话 那其实刚才我讲的那些故事 还有一些禁忌的那些由来 那之后我才发现 那其实就是达武民族 跟他们自然环境 和共生之下的结果 他们到底在山林里面 要遵守什么样的规范 什么样的禁忌 那这些禁忌呢 这些神话与禁忌 对我们来讲 有些我们可能会认为是迷信 或者是很荒谬的东西 但是其实神话跟禁忌 都是一个族群 在一个有充分自然背景 及必要的社会条件之下 所发展出来的 所以其实没有神话跟禁忌的一个族群 相对来讲 他们的思想是比较频发的 那再看 作者在描述这些 他在讲故事啊 不管在讲故事 或是讲他自己的经验 他对蓝鱼的描述都是非常细腻的 所以我也觉得可以看出 他对蓝鱼的情感是很深厚的 那我这边就是分享一下 我看完这本书 就是影响让我很深刻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关两个太阳 就是达武族以前 就是以前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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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就是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颗太阳 然后 然后达武族的祖先就是用这两颗太阳的热能 然后去加热他们的食物来吃 然后有一天 有一个妈妈就要去山上采 采菜 然后他的小孩就吵着要去 然后可是那两颗太阳就是很热的 然后妈妈就是答应就是不要 然后那小孩就一直让她说 妈妈我要去忙 然后妈妈就是 就是百般不答应就是 因为小孩的皮肤还太弱 就是承担不及那太阳的那个热度 然后 可是那小孩就一直叫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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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不乐 然后那个妈妈就很痛苦的把她带去山上 然后就 就毕竟她说 妹妹就这个树底下摆着这个阴影 就是不要出来 然后那个妹妹就说好 然后妈妈就去采菜了 然后就一边采一边看她的小孩 就采一根看一次 采一根看一次 就来回树子一次之后 然后回去树底下看她妹妹 然后说妹妹就 种花还可以 然后妈妈就很放心的 就去很愉悦的去采 然后就这样采 然后就很愉悦 然后就可以唱歌唱歌 然后这样唱起 又七一首之后 又回去看 结果我妹妹已经死掉了 就是已经僵掉干掉 然后妈妈就很伤心 都难过 然后就抱着她痛苦 然后整个干干之气 都被她眼泪滋润 都湿湿了 然后就很悲愤 然后就看着太阳直说太阳 太阳 我以得我的手只撑 就是杀死我孩子的凶手 亲爱的孩子你若有灵的话 就去把那太阳扑灭掉 以免或栽其他的孩子 然后天神听了之后就很难过 就把那颗太阳变成了月亮 然后这就让我们看出说 达物族他们有很高的那种道德情操 这在我身边的达物族朋友 我觉得他们也是原子都很高 那这在我们为什么印象深刻 就是两颗太阳的故事 就是在其他的族都蛮 还都有传说 就是想说 太阳族他们为什么会很飘悍 就是因为他们太阳族勇士去摄日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小孩背在身上 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不行了 他的小孩还可以跟太阳拼个你死我活 那在排湾族的话就是 就是贵族就贵族 平民就平民 那排湾族就是很任命 然后就是尽管两颗太阳在上面很热 但他们还是很任命 然后就是有一次 那个特卡尼的家族的父女去 在倒小米的时候 然后他的蜀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太阳 那颗太阳就掉下来 然后那天空就怕了 天空就变高 然后那个掉下来的太阳就变成月亮 就是排湾族的故事 那在阿美族的话就是 阿美族为什么是母系社会 然后为什么他们头部是选举制 就是太阳 因为原本太阳是哥哥在当 然后哥哥不行的话妹妹当 就是各主都有各主的那种传说 就是读完都很有意 都还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的 我说话蛮多的 谢谢 那剩下两本书是 就是刚刚前面没有出现的 然后首先就是 这两本书是拔在桌 然后首先第一个是 你刚刚看的出来的 好 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然后我们今天要报告的15本是 八代的乌驴 然后我是人类二徐才卢 他是昆虫二的张宁翰 然后乌驴这本书就是 我一开始原本是想要选 就是走过 就是他的第一本书 可是就我去成品书店的时候 就问你们这本书 可是他说没有 然后我就去翻八代书 我就看到这本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 就是简介就写的很吸引人 所以我决定要看这本书这样 那他是在讲就是 就是 他有结合原著名的无数的文化 然后就是 然后有传说 然后就是构成他所有架构这样 然后这就是作者八代 然后这是他的就是比较自私化的简介 然后他是1962年生 然后是被男主的人 然后他有得过很多 就是原著名的文学奖 但他自己就是有说过 他说就是比起 就是比起他想成为一个小说家 他其实就更专注在就是主史 然后就试图就是从其中去考据就是文化现象 然后结合部落的口传历史 使小说作品兼具也使文化还有文学的意涵 他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想成为也使败官的志向 远超乎成为小说文学家的浪漫 对 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就是写原著名题材的小说家 但是他一开始并不是就是写 就马上就要写小说 他就是原本他就去念军校 因为在他的家族里面 就是他的家人可能认为就是你就去念军校 就是可能收入稳定 或是一个正常的选择 然后他就是很喜欢看书 然后所以就是在就是军队里面就是 就大量的阅读 但是他觉得他军队里面 并不是一个适合写小说的情境 然后他之后就变成教官 然后再变成教官之后 他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也因为就是孙大成的老师 所以他的原住民医师就渐渐地就是被开展 然后之后他就决定就是要去往这方面走 然后就去读了就是硕士 然后2005年就教出了他的硕士论文 就是这篇论文 就在讲北南竹就是大869文化 部落的乌喜文化 然后这本书 然后他说就是这本书 他因为写了就是这篇硕士论文 所以他开始就是发现 其实写就是硕论 然后好像某一方面跟就是写长篇小说还蛮像的 所以他就开始就会往这方面发展 他说他自己是 他说乌之所以为乌 就是这本书有写到就是乌之所以为乌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你会有就是感应到 就是乌这种东西就是并不会就是莫名其妙 他一定有他的就是意义在 他说就是乌之所以为乌来自于主灵的召唤与拣选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写小说也是因为主灵召唤了与拣选 就是虽然说主灵没有受与他好猎人的身手 却给了就是处理历史文化资料的能力 和组织故事的天赋 他另外有提到他觉得他自己最大的问题 是被原住民三个字牢而定住 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说 他觉得就是如果被框在原住民底下的小说 永远都只有就是比较少数的读者 就像我们平常也不太会去接触到 有关就是原住民文学 然后他说他会一直写一直写 然后他确定他自己每一年都会有新书出版 然后他的作品慢慢地变成熟 他说他中逢一天会就是他用逼这个字 他说逼到文学界看到他 然后逼到读小说的人没有办法回避他 八代就是他希望他在台湾文学界 就是中间可以得到一个位置 然后让就是这个东西可以被大家看见 然后他对自己的期许是就是每一部小说 都是一片拼图然后每一个小说都藏 有下一部小说的线索 然后当最后一块拼图放上去 非南族历史文化版图也完成了 但是他对竹林召唤的回应 也是为女儿搭建的回家的路 就他想要为他的女儿竹条回到部落的路这样 这是作者背景 那我们讲一下就是有关于小说的脉络 这本小说主要是在描写一个女孩 具有女巫的血统从害怕抗拒到能够与就是灵魂 鬼魂交谈与树林谈判 然后进行时空穿越的旅行 就解开了部落神话传说之谜 这本其中是前面有人就提到 就关于就是小说跟就是报导文学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之所以不从就是报导的文学下手 因为他觉得报导文学在于他是很像是弱化的论文 就是发展去解释 就是他觉得就是报导文学比较没有办法准确地验证人的心理状态 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有效地描述就是人的心理情境 可能是因为他必须要就是比较就是去试试吧 就像我之前在上文化人类学的时候 我那个韋平老师他有说就是 其实很多人类学家都很想要成为小说家 可是却没有办法成为 因为他们的训练里面就是在他们在写名字 就很讲求就是试试 然后他们没办法突破那个限制 然后就是就是就可能是这个原因 然后他说就是他说他觉得就是报导文学会 压抑了就是他自己的情感 就是也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小说的情势 情势去表达的缘故 他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感动族人 也感动读者的作品 然后这部小说的是以 贝南族的大八六九部落为那个地点这样 他说就是屋形文化是大八六九部落很重要的特色 不过然后加上就是现代人可能对就是 无数这种东西还蛮好奇 所以他也就是以此为创作的方向 不过八代有强调就是他以这个屋来创作 就是算是一个就是写作的就是一开始的引导 就是一个引子 就是他是希望就是这个希望就是 藉由巫术召唤、生魂死灵 展现出群内在精神、力量、力量之旅 然后他企图去探讨人类对生存环境 所伴随的道德责任 也寝思拥有力量者的戒律和限制 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样力量 或是怎样的强弱等级 都应该要有所建立的限制 然后也大概就大家去思考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请我们另一位同学来讲 就是小说里面的栽药 好那其实开头一开始 她是一个平凡的国中女孩 其实有点像在场的 应该是圆圣代一些同学 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都市原住民 跟她的家里文化其实没什么相关的链接 其实也不太不等她的族语 然后她也不太认识到自己是一个 潜在当其他部落里面的巫师 然后在事件一呢 她接触到了 她一些成为巫师的征兆 受到她来自祖邻的召唤 慢慢蜕变变成一位巫师的构成 然后事件二其实是一个巧合 她偶然的穿越了历史 回到大概是17世纪的时候 在桌子森里面调解了章树跟块木之间的纠纷 然后事件三 她遇到了她的祖母跟其他巫师的族人 并且成为一位正式的巫师 那事件四就是有点虽小 她又再次的穿越回到过去 然后很意外的就是不小心跑到了一个人 肚子里面成了那个婴儿 也就是刚刚灾药所写的刚刚那位 就是不太哭的婴儿 然后最后就是到了尾声 那其中这件事情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在事件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她其实遇到了一个男性 那那个男性其实是一个隐约的代表 因为她遇到了男性 她隐约的了解那是她族人 就是远古的族人的某一位族人的灵魂 可是她并不知道 她并不知道该如何做任何的处置 因为她那时候 她并不是一位巫师 也不知道她的力量 所以只能看到那位族人 就是以一个祈求了些什么的眼神来看着她 然后可是在尾声的时候 这位族人又出现了 可是这次她不一样了 她已经成为了一位巫师 她就朝她谈了一个陶珠 并且念了几句 那最后主人就带着就是 非常满足的眼神慢慢消去 其实有点暗示了就是她 她在这个过程里面她一个蜕变 她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国中女孩 只想要考试想要升学 可是到了最后她既是一位巫师 可是她也是一位国中的女孩 然后在书中其实提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半灵信仰 就是在调节树木灵魂那个部分 因为其实就是原住民相信 就是万物皆有灵 那在树这个里面的话 这些树门就幻化成各种动物在神里面奔跑 而且当然还会打架 那其中树林就问了女巫问了她一句话 她的力量来自哪里 那她凭什么做出裁决 那主角那位原文女巫就回答 她的力量来自于大自然 取之于大自然的是用在大自然身上 其他就是反映了原住民对于土地 对于自然文化的看法的不同 跟我们汉人不太一样 那这位女主角在1600年之后 又回到了这片森林调节 她们第二次的纠纷 那女孩这次就回答了 那快木跟张木的战争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在400年之后 这片土地全部都会被这些汉人给爆掉 变成建筑物 就是山壁都会变成光土土 那其实就是暗示着就是 汉人跟原住民对于土地的看法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文化传承 那女主角意外在穿越的过程中 遇到了四个竹林阿嬷 那她们都是过去非常厉害的故事 那这些阿嬷对于她的女孩自学 自学她们无私一世的过程非常的惊奇 她们觉得这是不敢置信 因为在她们的记忆跟在我们历史中 其实这些东西要扣树传达的 那就是无法置信 这是有一些简单冷冰的 那其实这牵扯到那一部分就是说 原住民文化在也是原住民文学 在穿作过程中遭遇了困难 就是她们用汉语创作这件事情 因为这些文学经过一次翻译一定会变质 就是不具有那么原汁原味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原住云门文学的变化 那在70年代就是在第一次 就是元云刚开始刚起步的时候 那其实是刚刚大家有报导的 美丽的稻穗 还有最后的猎人 还有另外一部是情人与妓女吧 就是抗议文学 就是抗议原住民在历史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那到了80年代直到现在 我认为这是到了一个启发 那就是现在的原住民文学开始多才多姿 心诗散文歌词都有出现 那她除了是启发原住民本身 对自身文化的觉察以外 其实她还有告诉汉人说 他们的文化原来是这个样子 还有除了还有成先起后的功能 可是这又回到你刚刚我刚提到的问题 就是书写 它是用汉文作为书写 那在刚刚大家报导的八代万神话 它用的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 就是汉文跟原住民的拼文字并列的方式 可是还是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翻译的困难 跟翻译的不均确 就是造成了原住民文学的一些 一些传承的问题 然后作者有说就是这本书就是 之后会有就是陆陆续续 就是他们有很多就是部曲 然后就是这本书大概就是首部曲 然后里面有讲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巫术 就是巫术的就是文化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这本书 它有就是小说的那种就是惊险刺激 因为它就是很惊险刺激 导致我就是搬运在宿舍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不敢看那种感觉 因为有点害怕 可是就是 可是它就是会带你去思考就是 它这些故事里面当中 它所写的这东西 它们之间互动跟它所隐喻的东西 然后会让你去看到 哦,原来就是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对 我刚忘记讲了 那其实作者是有一个 有一个女儿 那他其实写的这本书 他也知道他是用女生主角作为主角 那其实他也其实他也是很希望 女儿能够回到部落 并且认识他部落文化 所以在文末结尾的时候 女儿他那个小女孩成了一个巫师 那其实也是这样期望着他女儿的变化 就是期望女儿可以成长这样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想要为女儿 逐一跳回部落的路 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我们就请各位议组 你刚刚讲八代的作品 是非常随便说 他没有读到别的过一个开机 也就是读到别的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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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主要介绍的是八代的走国 然后他是在写个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 然后我先大概讲一下他故事的摘要 就是他主要是写一个十七岁的那个大八六九部落的主人去那时 然后他原本是在部落附近的一个就是日志时末期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军事学校学习 然后后来光复之后 他被国军到部落来宣传说每个月月薪两千块被以高级工作名义 书里面他在小说里面是用偷这个字说被偷出部落 然后被迫参与在台湾各地的军事训练 然后被送到中国大陆参加国公内长 然后到后来他受伤之后被俘虏成为解放军的干部 然后后来在大陆参加业之后一直到他后来有回到台湾的一个故事 然后这本书很有趣的是就是他前面的部分是有 就是他一开始十七岁的时候在部落他是有用很多族语夹杂的内容在里面 但是他后来被抓到台湾各地当军事训练之后都没有再出现族语 直到他七十多岁就老了之后回到台湾之后才又有族语出现的内容 然后八代的简介的话 刚才上一组都有大概讲过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再来就是讲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就是这本书其实在序就是他的序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当也是他书背的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没有走过这一回我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 是会更幸福还是会更不行 是更平常或者是更值得记忆 就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是因为他在序里面有提到 他是在他2002年的时候回到他部落参加大猎记的时候 然后他妈妈介绍他认识一个陈青山老先生 就是故事中的那个去纳石先生 就是发现他是那时候有跟着国军到中共参加普攻内战 好像有生存回来的老兵嘛 然后他那时候刚拿到那个他得知了这个故事 他以为他可以很简单就可以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回忆录的形式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读军校 所以他觉得一个老兵的经验应该顶多就是在战场上的打打杀杀 但是就是他发现等到读了那个老先生的故事之后 他发现战场并不是这些台籍老兵一生的全部 就是他忽略了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 比如说因为像他们在原住民部落 我在日军刚走就是日军还没走之前 他们是被很严格的统治 就是他们年轻人都会被送到青年的 就是军事学校去练习一些战绩之类的 所以当日军刚走的时候 其实部落的人都是很兴奋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战争结束 然后就有一种很就是很高兴的感觉 然后但是光复之后他们心情状况其实也不是很好 因为像主角的爸爸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日军 就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因为有逼良相要交出来要去打仗的缘故 所以他爸就很生气 然后就因某原因就死掉 所以就是变成家中之助是他 所以后来国军来到部落真人说月薪两千块的时候 其实是很吸引人的 然后因为讲一下那时候物价就是 那时候大概一个犯法是一交 所以月薪两千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决定要理想被人出去工作 所以就是但是他们因为是工作迷 并不知道他的战争 然后还有就是书中有花很多篇幅有讲到 他们在国军训练营还有到共军之后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就是 为什么他到中国大会被俘之后 反而会变解放军 就是其实他八代有某一段影片有说他不是被洗脑 是一种自能反应 因为在台湾被训练的时候 老兵都会欺负新兵 但是他一到俘虏营之后 发现共军就是解放军那些长官 都跟士兵处得非常好 就是跟战友一样 所以在战场上面互相照顾 所以反而他最后会选择变成解放军 就是这些情绪就是很多的故事 就是在这书里面都有写到这样 就是其实这一篇相关的就是这本书做成之后就是 这个就是孙大川先生就是为这本书做法 后来龙云凯的大江大海1949的 就是这一部书里面还有 因为这样后来就访问这一个主角这样子 后来是因为有相关的就是有八代的那个文学讨论 也有就这本书开始展开一些讨论这样子 他其实相关的新闻跟访问跟回想跟演讲 就像刚才同学讲的就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在讨论说 你这样子就是这位先生他到 腾新汉先生他到中国之后 他是不是被共军服毒了 是一种被洗脑的概念 他回到家乡的那种情绪 到底是是不是另外一种的宣传样品 或是什么样的这种态度这样子 就是这有相关的一些文章的讨论 跟一些就是阅读过后 有一些人的一些讨论这样子 他其实看完这本书 其实他讨论我觉得是 因为比如说这本书我在翻阅的时候 我那时候不是就是为了这本课去看到 我只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 就看到这本书感觉是很有趣的 就是感觉好像是诉说另外一种的历史氛围 或历史记忆 然后去看这个故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或许是我们在平常的 在历史课本中 不会看到的这个历史的角度这样子 去写这一个 当一个就是所谓就是到底原住民的这些朋友们 当初到底没有所谓的国家意识 在日本统治的时候 他们或许他们的国家概念还是 所谓的日本 后来当被光复之后 大家告诉他是说 有一个祖国来了 但是对他来说 又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概念 他现在为了祖国而奋斗 要到中国去杀敌打仗这样子 其实这里面就有去内心很多的 去谈到这个 因为他是从第一人才角度去出现 其实有很多他内心的纠结 跟他的一些看法 所以才会讲到说 他这不是一种被洗脑的概念 是一种他自己自然而然 就是因为里面的故事就有谈到说 就是他在战友的对待 就是相对来说 国军对待他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很多的 呃原住民的朋友 都是这样被骗进来去当国军的 那等到他们要被逃走的时候 就是通常都是用一种 通常最后的对待就是 边打他们 就是让他们挤进而残酷的那个手段 然后去对待他们 他还相对起来 他到解放军的时候 比较起来就觉得说 这才是有真正有一种 在有一种伙伴的概念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或许这就是对我来说 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历史的记忆这样子 他另外的话可能就 我就整理了一些有关原住民文学的一些 网络上相关一些学者写的一些资料 去谈论这部分 就是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定义的话 主要就是以所谓的生活 原住民的生活文化思想情感 去做表达的文学作品 他在作者部分的话其实是 就是不论种族的 他在相关语言使用的讨论 另外同学也有谈论很多 其实大家会讲到说 到底汉语写作的问题 就是汉语写作的话 你这一个 因为相对于汉语 或者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日本的语言统治 日本语言的写作方式 其实都影响了相关就是 年住民语言的一些文化这样子 在使用上 所以这使用到底是有一种正当性 换 拼音符号的问题 就是相对起来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做互动 而且 原住民不同的族别 也没有办法做一些讨论这样子 话语言创造性的干扰 就是像大家可能 在阅读上的时候 会看到不同的作者 他透过汉语的方式 他去撰写的时候 其实有相对不同的文法 但是这样子的话 或不是跟汉语固有美学特性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角度这样子 话后面的话就是 其实你真的用汉语撰写的时候 有不同的一些 原住民各族有不同的一些语言习惯 跟表达手法 最后的话 其实就是 所谓原住民文学发展的三阶段 就是 其实就讲到 所谓原本的口传文化的 这部分神话跟传说 最后就是 日本人跟汉人 根据他的口传记录去写的一个文学作品 最后就是80年代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原民的作家 开始比较蓬勃的发展这部分 最后就是讲到原住民文学的功能 口传文学的话 可能比较是在做一些内部文化的传承跟习俗的运作 跟情侠的勾动 但在80年代后的台湾原住民文学 就比较 就是跟原住民运动息息亢奸 就有一些议题事物的讨论 还有民族文学的产生 最后才有一些 比较是以文学作品为出发的角度 去出现的一些作品 这样子 嗯 那我就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大家还好吗 如果需要休息 就赶快出去洗发脸 还是那边吹个风 这边风好像好大 越来越来 我们今天没有食物 那刚刚有十三组的同学报告过了 那好像有一些组是个人 有一些组是 也是的确是组 那我想我们 因为刚刚报告的时候 然后尤其前面一半之前 会大家议题还 就是议题蛮不一样的 然后其实在讨论之后 有一些议题才彼此呼应了 那我想我们就比较自在一点 同学把自己 刚刚已经多少提到的一些题目 然后我们就提出来 我们不要硬性规定 我们这样好不好 好 不要过先讲 因为你刚刚就在学说 就是因为像我们其实会常看到一些 其实不一定要原住民啊 总之就是在你 就是像你自己在逛脸书啊 或是逛别人网字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心情内容 那些其实是一些更靠近你身边的人的一些小故事 那因为我身边也是有很多认识的军朋友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 写很多他们自己身边的故事的一些文字 有些是比如像怎么回顾落啊 或是有些人还在寻找自己是谁 自己可能自己 妈妈是客家人 爸爸是远族 那到底你是哪一个身份 那我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中 你要如何去寻找是谁 那还有自己在对自己的文化的一些 一些发现或是一些认识 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些喜悦也是非常多 我觉得这些是更 比这些出版的作品 并不是说这些出版的作品不真实 而是在这么多的网字裡面 可以更快速的反映一些 出我们一些很直接的情绪 然后重点是这些情绪都是存在在 很多大文部有用 规律型网络的原住民青年身上 其他人可以回应一下 所以晨曦这样子 你要讲的重点 是什么 因为这些网络的作品 虽然它并不是只能出版 可是它是一个流通的表达 他把他的一个 他对某个问题的关注 或者他的感受 他表达出版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 也说它是文学 网络文学 我觉得它是网络文学 所以这是一个媒介的差别 媒介的差别 不影响它作为原住民文学的部分 还是你觉得 因为媒介不一定要 它也是原住民文学 所以我就觉得它们 要是这一类的作品 我觉得也应该要被看见 应该被通过 就是往往我们在一些讨论上 它会skip掉或是忘记它 那如果说我们忽略 就是以现在来讲 我们选的是一些已经出版了嘛 像这样 跟没有选 网络文学的话 你觉得这个 这个差别是什么 就我们从这边看到 跟从网络上看到的 你觉得差别是什么 因为毕竟有班尔出版的书 往往都经过一些经验 或是它有经过的挑选 可是有些故事它的 它可能议题真的不是很大 它可能很小 可是它却在某些人心中 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反射 因为毕竟很多的原住民都有 有相似的生命经验 那这些生命经验 可能就是在你 可能只是在逛网 网络的这个步骤中 然后它触及到你心头的那一根型 你就会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是觉得跟出版作品 还是有一点差别 然后再加上它的生产速度非常快 你是不是可以 你在一片一片一片的时候 你能看到一个人的 可能在半年之间的快速 所以我现在只想要知道 因为我会同意跟网络文学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你们有几个人 好像那个 他一直很口有感 觉得网络文明是要懂事 这个对你们而已 因为你出版的这些资本的出版 跟网络文学的差别 似乎其实有一个 是不是你会觉得 是一个年转的 有一部分是三个 我跟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好 那就是我在网络文学 清华大学我也曾做的研究 就是因为网络文学 跟出版文学 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因为网络文学 它不需要去引合大众的位置 可是出版品 必须要去引合大众的位置 它必须考虑到很残悟 就是它的销售量 因为它只有这样的负担 所以我刚刚这一组报道就是 八代的那个文娱 它其实也有提到说 它用物质公司作为引子 因为它觉得这个部分 大众社会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它用这个东西 把引子去讨论更多 就是把它用品藏在里面 就是因为出版 毕竟是一个包装品 它去吸引重品 所以它就并不会 那么直白 那么写实地写出那个人的形式 可是网络文学 所以它变成不一定是跟 是原住民内部的沟通 而是跟 其他人的负担 所以它变成不一定是跟 非原住民的沟通 就是它的使命 或者说它的 社会的对象 可是最后来 后来就是才有出现 那个孙大成先生 这种 山海旗刊 还有猎人旗刊 后来才出了一个专门 就是给原住民的全部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 旗刊 山海旗刊 这种 后来才有这样的出现 所以弥补了 就是触犯屏 这种 有点是不想用 时代的媒介 所以现在是网络文学 其实是大家 比较没有限制 比较没有限制 跟法律 所以你一般会比较真实 你一个是跟我想是跟 是跟时代一般 对 我跟时代一般 有关 对 毕竟因为我这种博士 莫娜人 是莫娜 他跟时代一般 就是时代要面对的 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像在他的诗里面 很多长期的问题 可是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一辈 比较没有感受到 那种感觉 那就是可能也是时代上的差距 那对我而言的真实感 会比较有点 请说 我自己觉得就是 突然就是 书版的文学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看年代 因为她是有个年代的人吗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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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如果是比较前面的年代 然后 跟最近的作品 会 一定想要表达 然后我们会有点不同 好 然后 因为你们今天一开始讲 我有点惊讶 因为我平常没有这样去想 可是你们一开始报到 我有点惊讶 然后 可是实际上发带的东西是新的 对啊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 我自己在月娥发带的作品 她里面 叛导文学 其实是很新的 就是例如说 我们在台海 然后去森林里面 他跟那些当初啊 然后他不说是 欸其实你们 我跟你讲 其实你们四百年后 你们的气候 就活在这里了 你们好地去享受 你们现在身处的竞争法 然后 因为你们四百年后 可能会遇到一群 就是比我们还要更凶狠 就是比较 就更不一样的人类 然后他其实就要探讨 就是人类 现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或是现代人类 与人数民的关系 所以他就看得到 很比较蛮新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 文是年代的关系 文物文 就是方外其问的 嗯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 网路文学 如果撇开对文学的定义 因为好像对文学好像是有个定义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 如果从就是网路上可以看到 是你如果身旁的字 身旁的人就是他们 就很远度你也会可以注意 因为他们就 就是那些议题或是计程把它表达 然后我会觉得 这个这一部分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因为像 呃我自己之前在訪問 就网科学庭 就是之前那个报道 然后我是有部分 就是引用他在Facebook上发的文 嗯 然后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去这种程序 去看到那些情况 包括现在很多议题的感谢 就是其实 其实你要在Facebook发长文 就是一篇挑战 嗯 对就是你要 你要发一个文的架构 啊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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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这部分还蛮重要的 也是我们平常的去关心身体 碰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有点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是形式 书写形式的问题 比方网路书写 有点像Asset 一个生论题 我们没有关心某个事情 我们就要发展一些想法 那另外一个是文学作品 文学就是有一部分就是Fiction 它可以里面很多部分是虚构的 它所有的虚构的细节 它是要讲某一个东西 它是有个议题在那边的 可是它这个手法是比较间接的 可是它的东西可能是提炼过 而不是说我这么长大了 我告诉我那时候的经典 我的感觉 它不是 它不需要去具实的 可是它那个虚构里面会话 它会让它感觉可能长得更强烈 所以这是表现想法 所以这是表现想法 那你们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课要有一堂 是汉语文学 文学跟学术 好像我们一般会觉得 文学是个很主观的 学术社会科学 还是基本上会非常要求 你尽可能的要有一些基础 要有一些根据 然后当然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脉落 对于这些细节 你发展出什么样的解释 那文学的 我大概 我这几年看大洋这些东西 我开始看 我会看电影 我会看影片 看小说 文学作品 跟画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画 那我就看这些就是 艺术跟文学这些都是很主观的 它不要求 没有人会要求它是要有客观基础 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理解的诠释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非常重要 它补全社会科学不能碰 碰不到的东西 而不是说让社会科学变成人文学科 我觉得社会有社会科学的一个脉络 那用其他的办法来顾我们的眼光的不足 所以也希望介绍给大家原著名文学 这个算是现在算是你看蛮清楚的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 跟我们之前读的学术论文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它怎么样可以第一次过全 我不知道某一个主题 比方说土地 自然资源管理 之前我们有过两周 然后一次是找关老师来演讲 做我们自己读三篇文章 就是大家从 然后好几你们提到的著作里面 都会碰到原著名跟土地的东西 那这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角度给你 也许比较深刻感觉 我觉得你也理解更清楚 其实文学语部分 就真的的确今天好像有同学讲到 就是你在让比方宏主打悟的 他的知识体系 那个脉络会表现得非常的深刻 而且那个细节是我们用 学术文章有时候不会纳入的 那种细节可是就进入到生活非常肢结的地方 就是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不是肢结 而是说他无所不在 所以像今天你们讲的 有人讲保里斯诺干的某一本散文集 分三部曲的讲什么城市残酷 什么那个讲的三部曲的 他的第一篇讲穿插了太鲁格封明志 然后里面用的是里面的角色是哪一组 里面角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太鲁格族跟太鲁格族人跟日本人 是不是 然后就是跟我们以前看过的历史叙述是非常不同 那个角度非常不同 因为就像莫那鲁道的事情 常常是从一个抗日时间来给他这样一个定位 所以这边就是原住民文学 不管是原住民文学或者原住民角度的著作 要强调其实他非常重要的就是原住民的角度 那这个是以前其实是不容易出来的 那在原住民的历史书写出来之前 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广泛的明显的是原住民文学 原住民文学的取材里面会有神话 神话其实代表 其实神话也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体系 另外是有一些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 那当然文学创作他另外会有当时生活的刻画 跟一些感受的一些呈现 那这边会配合当时原韵的时代 控制那么多一些社会处境很尖锐的一些因素 所以跟原韵会有些相符相符的效果 因为看小说人 那文学有一定的文学人口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发生的过程 文学是一个发生的过程 那文学的那种打动人的力量 可能你直接来谈权力 可能要比较能够吸引更多人 慢慢的了解这个情况 那刚刚那个晨熙那边讲的就是王维 我们刚刚已经从两个方向来看 那因为你用词说比较真实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主观的感觉 不是主观 而且说也可以说主观 可是因为对你的年龄层 他是比较真实的 可以贴近你的经验 或者你们这群体的经验 那另外就是authenticity 真实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感觉 因为大家会问真实是什么 那所以变成不同的角度 人都需要王维 然后中间 这个发生的问题不是说了自害 而是说是一个沟通 传达跟沟通 所以就对 就是需要大家都能够讲话 你们都不讲 就我讲很无趣 那有同学谈得比较严肃 前面一开始大概两三组会讲的 比方冷海情深的一组 会讲到民族誌跟小说之间的关系 那是一个好的问题 可是以原著名文学来说 可能不是原著名文学的作家 不是这些作家很关心的问题 那所以换句话说 他讲的材料跟人类学讲实 他可能很接近 他讲的角度跟他带来的情感的厚度 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民族誌并不打算带来你的 引起你的情感共鸣 这是民族誌比方达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学科训练的差别 所以文学就是一定要能引起共鸣 情感上的empathy 就是同理心等等这种情绪 另外我补充一下像曼南波安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的意思 就是南波安的爸爸的意思 所以等他儿子 等他的孩子生了孩子 他就要改名字了 那刚刚同学有提到实际上 就是他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的 是非常非常多 他们有几个少数的作者的作品 似乎特别容易被引接出去 像曼南波安是一个人 我觉得是很有趣可以想想看为什么 那刚刚也说了 他的文学 他的作品的定位 一个 其中一个 当然是原始统文学 另外一个是海洋文学 海洋文学 这个就是 我认为 为什么他的作品 容易被引接 包括这样子的定位 英美文学的人非常 就很容易把他的东西带出去 会翻译他的东西 然后他的也会跟 我听过中山大学 有一位外文学 我有一些老师 对于 像曼南波安的东西 非常的熟悉 然后会讨论 会把比较他的作品 跟一位大洋洲 也蛮做的一个 学者也是作家 叫做 Howofa 这一个人 会比较他们两个人的作品 就是主要要谈的是 他们的海洋文学 从大洋洲 比较会强调的是 海洋的观念 那那个人 Howofa 非常强调这个部分 所以因为海洋的关系 他的作品 会跟岛屿的作品 或者我们简单讲 大洋洲 Oceania之间的连结 是被台湾的外文系的 外文系的 这叫什么 外文系叫什么 这个章 比较文学研究 他都会看到这个 之前的一个连结 那当然 像曼南波安最新出的 上这一月什么 有个新出发表 大海 大海足梦 我也买了 你看 有人要想看 可以先借去看 这么好一个 大海足梦 他几年下来 他去不同的太平洋岛屿 国家去 他一起把船 那些机器 所以我看到一小段 他在库克群岛的某一个岛上 那个人家里面 当坐在阳台上面 遼放的汪海经验 所以他带出另外一个 这个连结 这是蛮惊人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是海洋国家 然后实际上 大概是打入的海洋经验 还是非常可以 到现在还看得到 在生活里面 然后我补充一下 撒基努的山珠 黑鼠萨克奴 这本书同学报告 讲到说里面有位带牧师的 这个好像是他的堂表兄弟 那个人也叫萨基努 他好像叫带东牧 熟牧师的 我们下禮拜要读的文章 有他 就是基督宗教革命 跟文化的这个字 他们是的确是在 勞勞兰非常重大两个主要 然后推动文化设证的原因 我们赶快讲话 不小心就在这边 谢谢 然后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有啦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今天大家学的塑造 可能是我们建议塑造里面 也就是只有一个人 好像是只有一个组不是吧 然后其实这个塑造是我们 就是助教共同之外 然后这些都是 比较有名的作家 然后因为那时候再开始 要跟大家说 欸我们可以 要要学一个圆 就是圆土屏文学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人会说 他妈妈从来都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 要要学一些更有名的作家 然后老师那时候也有提到说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找一些 比较新的那个 比如说比较新的一些作家的作品 对啊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 因为老师一开始是 要我们去找那个 山海文学这样的作品 对啊 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就可以请 我们的 欣瑞 好作品作家 大家好 快介绍一下 刺激一下 有点精彩 好 第五届我去教博客 对啊 我要站成家座的家庭 你是写叉的 我有头发听文章散文 到那个分界的元素学讲 然后有信得到家座 可以一万元 好 我去教学队 对啊 好 对 对 是我要分享一下文章散文章 没有其实我觉得像 像 等一下你可以分享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跟他讨论这个讲的时候 就是我就问说 就是到底 这个假如他一讲 一人物理不去 那到底 什么样的 还有这个讨论 还蛮有趣 他就说欸 这个规定是你必须要有 比如说 至少一半的人住民协同 然后比如说像他的议题 我们去看他的那些议题 其实都是跟人住民有关的东西 那我在想说如果好 他第一个要素是 你一定要有原住民的身份 那如果你今天 呃 是原住民的身份 那你写的完全跟原住民的文化 或是部落 没有关系 那这算是原住民文学 嘛 那就是我们去看 就是回顾的 前面只见的那个文学作品 都发现到 好像没有这个类似的作品 对啊 那就其实就蛮有趣 就是今天大家都有提到 类似的问题 就是到底原住民文学是什么 比如说刚刚有一组就是讲说 他觉得不一定是原住民的身份的人写 才叫原住民文学 如果是 如果即便他不是原住民 但他关心的是原住民 他写的是原住民的题材 那也可以算是 对啊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从 就是原住民文学讲的角度来看的话 写人他有一套违反 这好像又跟刚才也是提到那个 就是出版品 他好像会被筛选 就是他有一种某一种特定的sterify 所以他会可以被筛选 那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 可以类似的一个状况 对啊 然后可以解 不要讲这么臭 我们的作家状况也有 我有想过跟刚刚刚 就讲的那个问题就是 要怎么去定义 我去女同学之外的自拍部分 因为我自己看那个我学讲的东西就是 大概有大概七成 大概都是讲哪个部落的生活经验 或者是历史故事 然后剩下三成就是在讲认同 然后我几乎没有看过其他有关于 非就是没有提到原住民的事情 或者是相关的议题新的东西 几乎都没看过 所以他们这边的第一好像是 我学讲的是 然后希望提倡就是一定要讲到 或者是议题或者是部落文化的事情 好像很崇拜的看可以分这两份这样 那我自己也觉得蛮 嗯怎么讲 可能有他的取向吧 就是文学长的方法 可能他只是希望一个发声管道 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管道 是能够让议题或者是说 原住民的主题性被彰显出来 所以多了这个身份上的规定 以及内栏上的筛选的标准这样 那这是不是某种程度局限了 那个发展的可能性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毕竟原住民文学 这个并不是一个现在很确定的一方 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定义上的差异 但是我是蛮认同说 他想要强调就是他作为一个发声的方法 即是说他作为一个发声 都让不同族群能够了解原住民的现况 或者是原住民的一些文化管道 我觉得是还没错 然后然后我就在摆了位吧 就是我发现就是投考内涵 就是那个投考内容物有很大部分就是 讲到是像我这样子的认同的 就是都是原住民的认同 那我就会觉得说原住民的文学 其实跟以色列一起是真的是密不可分吧 因为你会想要把一个东西写成一个文学 或者是一个诗什么的 一定是你在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才会写下去啊 那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经验 会不会你想要写下去一定是一些感触很深 而且往往都是一些 老实讲应该就是一些会比较难过的 比如说经非喜别感觉 或者是被排斥的感觉 你再会想要写 或者是你体验到外面不好 然后回归到以前落的美好 就是你因为有一个落差 你才会愿意写下这个东西 那所以你在这边有看到说 其实文学路人跟遗体是非常地迷向的 那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你读论文你反而不会有什么感触 就是什么认同边界的读军片 你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有一个活生的例子 比如说刚刚那个阿美诸 你是不是让你非难逐者去大陆那边 打仗有过归来之后 你去看看故事你就觉得把自己投入在那边 你就会可以理解他是怎么想的 反而那个可以弥补说就是 读论文那些东西做不到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完全无恙的背景 所以我需要说我看你看到的 你说跟任同有关的 然后带演解任同这个议题的一些 环境是什么 或者说相对于前面 觉得因为原运那个时代 80年代 90年代出的那些书 覺得現在的原住民 跟原住民關係比較深刻的議題是不是 我覺得我現在看 我只有看過幾屆 最近幾屆的文學獎得獎名單 因為其他沒有公布 名單裡面比較多就是會談到 一個他們都會得獎那種 講認同的作者就是一定是一半一半 或者是純粹 就是純粹是原住民生但是在住在居室 那最常討論到就是他們回到部落的時候 純粹的差異 他會寫下來 就是他會朝這一塊去寫 而不像以前的那些可能 他們是掌揍到不是 馬上回來到部落 發現自己跟部落的關係是有落差的 那跟以前的書寫是不太一樣的 沒有人要切啊 我就在你貢獻這麼多了 我剛剛想要討論是就是身份的問題 就是我常常來是覺得我原書被書寫的主題是原住民 我就會覺得他是原住民學 都不一樣他稍微原住民的身份 對啊 那但我覺得如果 因為文學獎一定有他的象徵意義嘛 對 可是他如果今天開訪了非原住民身份的人去投 那無論他投的 就是出他書寫的主題是原住民 我覺得也還不能引起很大的爭議 但我覺得就是用身份去去閒置真的太狹隘了 可是文學獎如果是 以這個文學獎應該是原民會的案 所以他的設定是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至於 因為他並沒有排除別的人 非原住民不能寫 只不過是這個獎的差別 就是非原住民也可以寫原住民的題材 只不過是不能去參加那個獎 那當然後面可能會有變化 我就很想原創條例出現之後 有一些事情會感到輕鬆 其實之前那個課委會的 他有一個補助就是相關的人 就是可以去國外去盛造 圓夢計畫 對圓夢計畫 那個他的認知就是你只要 你不是客家人的話 當然你也只好有那個 客餘的檢定的那個證書 就可以去做申請的 或是你這樣才是客家人的話 所以這個相較起來比較 一個原住民文學獎的話 會不會就是 但我不知道就是原住民檢定這種事情 就是相較於 你還要去就是你要去參加這個獎的話 你還必須要得到一個檢定的認證 你才沒有這個資格去檢查 現在是只要原住民情嗎 並沒有要注意到 我想可能 我不知道為什麼客戶會會放 從他一開始以前沒有照片 在紅是以第一年的時候看到狀況 第一年才有照片 那真的考慮蠻不一樣的 大家趕快去一起 為了照片 我真的太忘記了 不過有一些現實的討論 包括兩個單位的預算商 有些會很可能 那另外一個住民長莫漢 需要來書寫 其實這個工作是真的很好 所以是特別需要留一些空間保存 我覺得剛剛講到就是 因為我們看到的原住民文寫的一些都是原住民 然後其實不只是學 就是像是舞蹈的展驗 或者是說電影的方式 其實我看 因為我自己本身參加一些展驗裡面 其實很多都不是原住民的人 裡面反而都是一些比較專業的舞蹈家 但是他們共同的信念就是他們所關懷的這個議題 可能像是花蓮的那個亞尼事件 然後怎麼樣導致德魯普他們的族群被壓迫 然後這種種種的關懷他們去認識 然後他們通過無身體的方式去展現出 他們對於被學原住民群體的關懷 就像這些小說像這些小說也是一樣 都覺得他們 我覺得最重要是他們那個關懷 就是多一點人來認識 多一點人參與的都 因為說真的還是很多人意思根本不在 你知道 那所以多一點人參與是好的 不過就是那個 就是 多一點人參與 那你還要講對外面在敲門 你知道嗎 就是我剛剛想到這種說 我突然其實剛剛想到報寶文選 就是其實 其實報寶文選桌是在講一個 裡面的東西 那其實 其實在看的過程中 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可以看到一齣民的 或者是社會一齣的現況的人 然後我覺得他已經滿應該歸人 然後這邊再打個廣告馬到台灣 一定要去看 那我還要再講一句話 剛剛有一組在談的時候 我現在不再記得慢了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 說原住民的問題 你講 原住民的問題要誰來解決 政府還是原住民族還是其他人 那 然後說政府 因為實際上政府會推的是 就是 普世下 強求文化 因為他這樣 強求文化 對 對 因為說會有文化 可以不會有普世下 我覺得普世下 不那麼便能 所以政府不需要參與 民族的文化負責 我覺得好像可以 那我們就下課了 大家請來就下課請